面对无法抵抗的灾难 如果重来一次 你会如何抉择 主人公周周带着前世记忆 意外穿越到灾便发生前 此时的他正拿着长刀站在牛圈前 打算把所有的牛全部杀掉 邻居对此都感觉到不理解 认为周周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周周前世喜欢的女人李晴 也站在人群中 认为周周是为了他凑够彩礼 才打算把所有的牛全部卖掉 便对周周说道 周周放弃吧 林少已经说过了 为了娶他愿意花20万彩礼外加一辆车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围观人群听到这 也都劝周周不要这么傻 没必要为了一个女人这么做 一个大婶还说改名 重新为他介绍个女朋友 此时周周并没有理会其他人说的话 而对着李晴说道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滚 别耽误我的时间 李晴看着不听劝的周周 恼羞地转身离开了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老二 你在干什么 周周转转过身 看到前世已经去世的父母 此时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周周强忍着泪水 把父母拥入怀中 低声尼南道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地保护你们 周周父母很疑惑周周到底怎么了 周周也看出父母的疑惑 但是并没有说明原因 而是对父母说道 我没有疯 今天这些牛必须宰了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就不要阻止我 周周父母听到后 疑惑地看向对方 沉默了一会 周爸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爸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宰牛 但我知道你是我们供出来的大学生 见识也肯定比我们多 随后就搂着周周 走向牛圈一起杀牛了 围观的人都让周妈赶紧劝劝周爸 不能和周周一起发疯啊 周妈大声回骂道 你才疯了呢 随后也走向了牛圈 帮助周周和他老爸一起杀牛了 周周看着时间 想到现在离末日降临 就剩下不到四小时了 仅靠他们三个人宰牛 时间上完全来不及 想到这 周周便对着刚要离开的围观人群 大声喊道 来三个人帮忙宰牛 五百一个人 那些刚要离开的围观人群听到后 马上停下了脚步 并立刻冲了过来 周周在人群中随即选择了三个人 有了三个人的加入后 一会功夫所有的牛就全被宰杀了 周周这边也开始联系收牛的贩子 周周和他们说 愿意以市场一半的价格出售给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后 被杀的牛就被牛贩子全部拉走了 看着离开的牛贩子 周妈对周周说道 小周啊 咱们这样一来 可是亏了好几万啊 周周听到后 依然没有向父母解释什么 只是拿着卖牛的钱 准备驾车离开 只是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他的父母 把大门关上 不论外面发生什么都不要开门 等着他的回来 经历过前世灾变的周周 知道现在家里最缺的就是武器 以及药物 还有火药 所以就驾车往镇上去了 现在离灾变的降临就剩两个小时了 周周想到前世灾变降临之初 只是部分家畜突发变异 他们变成残忍嗜血的野兽 并且开始袭击所见的活物 人类也开始出现相同症状 他们失去理智 无惧疼痛 只渴望新鲜的血肉 只要被他们咬伤或者抓伤 感染就已不可避免 此后一个月 感染人数过半 全球沦陷 近一年之后 人类幸存者不足百万 周周前世面对突发的灾变 就是因为束手无策 父母 大哥 小妹 才全部死在灾变之中 现在重生回到现在 这一世他就一定不会让悲剧重演 随后周周在镇上购买了 大量的药物和工具后 想到前世灾变时候 就是因为手上没有足够的火药 才无法保证自己掌握主动权 随即周周来到地头蛇灵杰这里 拿着十万元钱 表示自己想要购买火药 灵杰看着袋子中的十万元钱 说道 这不是你之前 灵杰停顿一下 好像想到了什么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继续说道 周周你还真痴情啊 你还真为了李琴 凑够了十万元彩礼啊 站在一边的李琴 以为灵杰误会了 慌忙地向灵杰解释道 灵 灵总 不是的 我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 周周并没有理会灵杰的嘲笑 依然对着灵杰说道 我要用这十万元买一千斤黑火药 灵杰慢慢地收起笑容说道 我说 大学生 你是在耍我吗 我可是正经厂商 犯法的买卖 我可是不会碰的 周周微微笑道 你们犯不犯法 我可不知道 不过 去年十二月长风临场 一个穿着蓝衣的女子 她或许比较清楚 对吗 听到这话的灵杰 双手合十放在下巴处 阴沉地看着周周 周周则继续说道 十万 黑火药卖给我 这样你也有我的把柄啊 如何 沉默了一会的灵杰 开口对李琴说道 小琴 仓库里面有一些受潮的火药 需要处理掉 你就去拿给我们的大学生吧 尽管李琴内心知道 这是灵杰让自己去承担 售卖火药的风险 但是投靠灵家的她 也只能答应下来 随后便向外走去 在路过周周身边的时候 周周对李琴说道 李叔叔以前很照顾我 我们一家都很感激他 之后你如果遇到困难 我会帮你一次 李琴看了一眼 周周并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向外走去 周周也没有在意李琴的忽视 而是对着灵杰说道 合作愉快 随后便也向外走去了 此时沉默的灵杰 看着周周的背影 面露凶光说道 有意思了 周周 周周在灵杰那里买完火药后 就火速赶回家 到家门口的周周发现 此时离灾变的降临 仅剩下半个小时 心里想到只要没有意外发生 就来得及 周周向家里大喊 爸 妈 我回来了 没过多久大门就打开了 开门之人是周周的大哥 看见周周就问道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把家里的牛全部卖掉了 周周只是说回头解释并问道 小妹呢 大哥回答道 还没有回来 周周疑惑地说道 什么 还没有回家 随即内心想到前世的这个时候 小妹已经回到家了 可此时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行为 引发的蝴蝶效应吗 来不及想更多 立即向大哥说道 我现在去找他 你们记住我说的 千万不要出门 我很快带小妹回家 周周大哥刚想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周周已经驾车离开了 在路上的周周想到 前世在变的第一天 最多的是动物发生一变 直接变异的人类数量很少 但是镇上的学校 这种人员聚集的场所 沦陷得会比村子里快得很 想到这里 周周不由地再次加快车速 突然车子不知道撞到了什么东西 周周努努力控制车子滑向路边 随后抬起头 往车辆后方看去 但是看到的一幕让周周震惊起来 那是一只已经变异的狗 此时正凶残地看着周周 周周按道 不好 灾变竟然提前了 在此一个小时前 周周小妹的学校 已经传开周周为了凑彩礼 竟然把家里所有的牛都卖掉了 周周小妹的同学 在班级内毫不避讳地大声道 周周真是青山镇第一大情种 作为周周的小妹一定很头疼吧 周周小妹周英只是低下头继续写字 并没有理会 而周英的同学则继续嘲笑道 据说女方傍上了大款的凌家 这个周周也是脑子有问题 保不准周家都有点 还没等他说完 周英用力地拍打桌面看着他 而周英的同学故作害怕的样子 继续说周家人脑子都有问题 周英再也没有忍住 拿着说话之人的手机 就向他砸了过去 周英同学后怕地大吼道 周英你找死 周英突然向教室外瞥了一眼 然后就向手机掉落的位置走去 捡起手机 故作大声地说道 小雅 不好意思啊 把你的手机碰掉了 话音刚落 他们的班主任就站在周英身后 班主任当即把手机给没收了 并训斥了李小雅 也让周英老师地回到座位上去 周英路过李小雅时小声说道 对不起啊 小雅 我没有看到班主任来 下次 我会注意的 李小雅低沉着脸 咬牙切齿地叫着周英的名字 放学后 外面下着大雨 教室内的周英被推倒在地 面前的李小雅 正趾高气扬地看着周英说道 刚才倒是挺会说的嘛 现在怎么成哑巴了 李小雅蹲下身 一把抓住周英的头发继续说道 来啊 再哼两声我听听 周英忍着疼痛看着李小雅 竟然忘记了今天是要和李小雅一起值日的 李小雅看着不说话的周英 从口袋中拿出小刀 对着周英说道 不说话是吧 那就让我来帮你开口吧 从家赶来的周桌 刚到学校门口 就发现学校中的学生 好像受到什么惊吓一样 一边大喊着快跑 一边向外逃去 这边依然还在恐吓周英的李小雅 突然手中的小刀掉落在地上 李小雅用手捂着嘴 血液不停地从口中喷出 周英看到后 不安地问道 李小雅 你 你没事吧 看着李小雅并没有回应 立刻向门外跑去 并大声地呼喊救命 但是他马上惊恐地发现 教学楼外面的学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都在四处逃窜 周英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走廊中已经变成丧尸的学生 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 大声地吼叫着向周英扑来 回头看去的周英一下瘫软在地 丧尸的攻击 周英双手捂住耳朵 惊恐地蹲在地上 随即看到之前还在吐血的李小雅 低着头向外走来 周英小声地呼喊着李小雅的名字 行为怪异的李小雅并没有说话 而是缓缓抬起头 面露怪异的笑容 随后便向周英扑了过来 周英交叉着双手挡在胸前 阻止了李小雅的攻击 再也忍不住地周英大声哭喊着 救命啊 混蛋老哥 话音刚落 身前的李小雅被及时赶到的周卓 一脚踹飞 周卓手拿长刀 看着眼前已经变异的学生 缓缓开口道 你喊救命的喊得那么丢人 最开始攻击周英的丧尸 做事就向周卓扑来 面对扑来的丧尸 周卓面不改色挥持着刀 轻松地砍下丧尸的头颅 回头看着周英继续道 真是隔得老远都能听得见 然后我就赶来嘲笑你了 小妹 听到周卓竟然嘲笑自己 周英脸色微红骂道 滚啊 臭老哥 在他俩说话间 教室外大部分的学生 已经全被感染 大雨倾盆而下 像一张大网 挂在眼前 周卓带着周英向家里面赶去 开着车的周卓 直接把正在吃着尸体的丧尸 给撞飞了 周英看到后 强装镇定地说道 哥 好刺激啊 这是什么丧尸游戏 感觉像真的一样 周卓一眼就看出周英内心的害怕 安慰解释道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诗人的丧尸会越来越多 我们要学会适应 努力地活下去 我一定会保护好全家的 这时候周英才放下内心的不安 轻松地笑出来 没过多久 周卓他们也终于回到了家 周卓的家人看到他们回来 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随后周卓询问家里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周卓老妈回到 刚才外面有人在叫唤 但是我和你爸没敢开门 现在倒是没有了 听到这 周卓内心想到 前世灾变时 村子里只是消失了三五个人 刚变异的丧尸害怕阳光 所以他们白天有足够的时间 准备防御公事 现在他很担心 今晚是否可以撑过去 这是周卓大哥开口询问周卓 为什么买了这么多物资 好像是要打仗一样 周卓只是说回头解释 并让他和老爸将物资搬到家里面 让他们继续守护着家 而他要外出去寻找一个人 周卓发现自己在学校的时候 身体发生了某些变化 正好现在可以去验证一下 他想要寻找的这个人 在前世有着特殊的能力 如果可以得到这个人的帮助 那他将得到一大助力 另一边村里已经变异的丧尸 正在围攻一处房屋 房间内的夏冰冰艰难地顶着门 夏冰冰还以为房外是一群 因为亲人丢失 而发疯的村民 安慰地和他们说 村委会也在努力寻找丢失的村民 让他们不要着急 突然丧失地手将门戳破 伸了进来 夏冰冰惊吓得赶紧躲开 随后房间内的人 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 一会的功夫 发疯的村民全被打得东倒西歪 夏冰冰等人还在震惊发生了什么 就看见周卓在大门处摆了一个 自以为很帅的姿势 房间内的人都很惊讶 就他们的人竟然是周卓 突然周卓一个闪身到夏冰冰身边 杀死想要偷袭夏冰冰的丧失 夏冰冰愣愣地看着周卓 周卓用手捏着夏冰冰的脸 检查她的眼中和口中 是否有丧失的血液 夏冰冰正是周卓要找的人 不过现在还看不出来 夏冰冰前世灾难后凌厉的样子 周卓开口询问夏冰冰 身上是否有被丧失的咬伤和抓伤 夏冰冰则是摇头表示没有 这时村官黄涛一把拉开夏冰冰 对着周卓问道 周卓 如果有矛盾可以解决 你为什么要杀死这些村民 周卓解释道 我没有杀人 这些已经不是人类 已经变异成了丧失 如果正常人的伤口 沾上这些丧失的血液 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黄涛则一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这又不是小说漫画 怎么会有丧失呢 说周卓刚刚杀死的 只是丢失了亲人的村民 自己的老婆阿新也一直没有回来 然后就打算到陷阱听报案 周卓平静地回道 报警已经没用了 这时一道掌声打断了他 并从外面出来一道声音 各位听听 一个杀人凶手 竟然猖狂到这个地步 来人正式卖给周卓火药的 林杰和李勤等人 林杰继续说道 如此穷凶极恶的手段 杀了十几个人竟然说报警没用 其他村官听到这 都一起高喊要抓住周卓送去警局 林杰则继续嘲讽周卓道 连丧失这种理由周卓都说得出来 是不是还想说他自己有超能力啊 这时一边的夏冰冰立刻安慰这村民 让大家冷静下来 他表示村委会会帮助大家 不会放任杀人凶手 但是也表示周卓刚刚的确是救了他们 而且那些袭击他们的村民 已经丧失了理智 夏冰冰还想继续解释 这时一直沉默地周卓打断了他 并感谢夏冰冰的帮助 向其他村民表示 自己可以证明这些人已经是丧失了 并可以找到他们丢失的亲人 但是需要有人跟着他一起去验证看看 随后周卓看向一旁 还在看戏的林杰说道 既然你这么怀疑我 不如你跟着我一起去看看 如何 那你敢来吗 林杰阴沉地看着周卓 心里则想到白天的时候 周卓购买了大量的物资 甚至还囤积了火药 然后晚上就发生了这么离奇的事情 周卓必定是知道什么 而且因为周卓还知道 林杰当年杀人的事情 所以林杰的心里 已经给周卓打上了必死的标签 这时周卓说道 村里突然消失这么多人 而这附近能够藏下这么多人的 也就只有后面的那片森林了 接着继续对林杰说道 你既然断定丧尸不存在 不如你跟着我去验证一番 还是说 你怕了 林杰故装镇定地看着周卓 随口说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当然会怕你这样的杀人犯了 林杰说完停顿一下 接着说道 但是为了各位村民的安危 找到各位村民的亲友 我跟你去 又何妨 不过 我要带一些自己信得过的人 你没意见吧 虽然林杰口中满是为了村民着想 实际内心则是想着 怎么让周卓把秘密都吐出来 此时夏冰冰也举手说要一起跟去 其他的村官都劝说太危险 不要贸然行动 但是夏冰冰回答道 我们是村官 现在村之书不在 那我们更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周卓问道 村之书他去哪了 夏冰冰回道 因为下午陆续收到村民失踪的消息 之书担心村民 就跟着一起出去找人了 但一直没有回来 周卓听后 内心想到了一些事情 但是没有说出来 其他村官听到夏冰冰的话后 也纷纷鼓足勇气表示要一起去 随后一行人开着车 来到了后山的森林 到了后山森林后 他们刚下车就看到了村之书的车 纷纷下车查看 有人摸着引擎盖说道 从引擎盖的温度来看 人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 其他人也表示 村之书的电话现在也打不通 周卓此时想到前世第一波失潮 是三天后从这个地方爆发出来的 当时也没有来及去查看爆发的原因 如果还和前世的发展一致的话 现在正好可以将这一波失潮解决掉 还有就是趁现在这个机会 获得夏冰冰的信任 想到这 周卓开口说道 看来我们是找对了地方 现在只能继续往森林深处寻找了 说着就向森林深处走去 其他人也都表示只能先这样了 一旁的凌杰阴沉着脸 并没有说话 只是一直默默地跟着 大家边走边呼喊着消失的亲友名字 过了好久 夏冰冰说道 这片森林太大了 走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看着 周卓看着草地里面的脚印 还有折断的树枝 回答道 不 这里不久前还有很多人 心里则是知道 这些就是末世后 丧失聚集的现象 但是很快疑惑 为什么失变第一天 就会有这么多丧失呢 周卓看着前方 知道前面一定有这一切变化的原因 随后一行人继续向前走去 没过多久来到一个山洞前 周卓说道 这么多人一起进去太危险了 我先去探查一下 这是林杰志问道 就你一个人去 万一前面就是你行凶的场所呢 你这是要清理现场 毁掉证据吗 周卓无语地看着林杰说道 林杰你真的是 人损话又又多啊 随即又凶狠地说道 你如果不怕死 那就跟着我进来看看 林杰面色一正 惊讶地发现刚刚周卓的语气 是真的想宰了他 想到这 林杰冷笑了一下 更加地想知道周卓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 难道周卓的秘密就在这山洞里面 就在这时 周卓身后的山洞传来一阵脚步声音 周卓刚想要回头看去 一个人影就向着周卓扑来 幸亏周卓反应迅速 才轻松地躲过了人影的袭击 周卓身后的黄涛发现 这个突然出现的人 竟然是自己失踪的老婆阿新 随即大声地呼喊着阿新 慢慢地向阿新走了过去 周卓看到后 赶紧向黄涛喊道 等一下 别碰他 话音刚落 黄涛的老婆阿新就张着血盆大口 向黄涛咬去 幸亏周卓及时赶到 手中的长刀一下挡在阿新口中 并把黄涛一把推开 黄涛惊恐地瘫坐在地 不可思议地继续喊着阿新 想要问问阿新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卓则说道 他已经变异了 不是阿新了 说完便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将阿新杀死 面前的黄涛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周卓说道 你竟然杀了阿新 你怎么敢 你个杀人犯 亲眼看着老婆被杀死的黄涛 失去理智地拿着棒球棍 愤怒地砸向周卓 而周卓只是轻松地一巴掌 就把他打倒在地 周卓语气平淡地对他说道 愤怒也好 怨恨也好 后悔也好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都无法改变你老婆 变成丧尸的事实 所以我必须杀了他 周卓停顿一下 继续说道 我只是想让还活着的人 继续活下去 而黄涛愤怒地反驳周卓道 如果是我杀了你的亲人 你还能这么冷静地说话吗 此话顿时让周卓想起前世 自己的家人惨死在自己面前的样子 这是周卓内心最大的伤疤 此时有人再次扬言 要伤害自己的家人 周卓内心的怒火再也无法控制了 随后周卓一个闪步到黄涛的身边 掐着他的脖子 将他举起 杀气腾腾地看着他 缓缓开口道 是我表现得太温柔了吗 费尽来这里回应你们的质疑 一次次救你们的命 这就是你们对我的回报 谁要是敢动我的家人 那我就弄死谁 说着就用刀刺向此人 夏冰冰等人看到周卓真的是想要杀死黄涛 都急忙地劝阻周卓快住手 一边正在看戏的林杰 则是戏虐地对周卓说道 果然啊 周卓你就是杀人狂魔 话音刚落 林杰忽然察觉到身后有人冲了过来 刚想要问是谁 就看到来人冲到周卓面前 一只手挡下刺向黄涛的刀具 另一只手抓住周卓掐着黄涛的手 并开口说道 冷静啊 阿卓 来人正是周卓的大哥 他看周卓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依然掐举着黄涛 明白此时周卓是没有意识了 随即用自己额头狠狠地撞向周卓的额头 周卓被撞倒在地 才松开掐着的黄涛 清醒过来的周卓 缓缓睁开眼睛 疑惑地看向突然出现的大哥 周卓的大哥看着清醒过来的周卓 才松了一口气并说道 你小子 总算清醒过来了 随后将周卓从地上拉起 周卓向大哥疑惑地问道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周卓大哥回答道 还不是担心你 你出去这么久了 都没有音讯 这时一旁倒在地上的黄涛 捂着双眼痛哭起来 嘴里喃喃道 老婆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听到他的哭诉声 周卓大哥大声地对他怒吼道 站起来 黄涛 你老婆的情况 其实你心里清楚 他是回不来了 我家桌子坐得没错 他确实救了你一命 看着还在伤心的黄涛 周卓大哥继续开口道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如果你要怨恨 那你就恨我这个做大哥的吧 只是我们仍要向前看 你是我们的村官 这里还有很多人需要你 慢慢冷静下的黄涛 缓缓对着周卓大哥开口道 你说得对 救人 我还能救其他人 周卓看着已经冷静下来的黄涛 嘴角微微上扬 内心感慨地想到大哥还是老样子 总是那么敏锐 能照顾所有人的情绪 以前小时候 在村里面自己的人缘就比大哥差 但是无论发生什么 大哥总会留在自己身边保护着他 想到这 周卓伸出拳头锤在大哥的手臂上 周卓大哥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周卓边走边挥挥手说道 没啥 而周卓内心则是默默地说了一句 这次 换我来保护你 这时之前的山洞 突然传来求救的呼喊声 夏冰冰立刻说道 这是村之书的声音 说着就要向洞口走去 而周卓拦住夏冰冰 一脸凝重地看着洞口说道 不要轻举妄动 夏冰冰疑惑地看向周卓说道 可是村长他 周卓并没有回答 依然看着洞口 内心感觉这一定有古怪 洞内又传来呜呜的怪叫声音 林杰身边的一个手下 一脸惊恐地看向林杰并问道 林总 不会真的有丧失吧 刚刚那个女的好像 还没等他说完 林杰就怒吼道 闭嘴 再废话就给我滚 林杰另外一个手下 嘲讽刚刚说话之人说道 谢 怂祸 林总 看我的吧 说完就拿着手电筒走了山洞里面 边走边高喊着 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 赶紧给老子出 他声音突然戛然而止 手中的手电筒也掉落在地上 山洞外面的众人都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在往山洞看去时 就看见那个人的下半身留在原地 而上半身则是被一个丧尸抓在手上 那丧尸的背后闪烁着密密麻麻的赤红双眼 让人不寒而栗 丧尸将那名手下的上半身 扔到了林杰面前 林杰满脸惊恐地看着只有上半身的手下 颤颤地说道 这 这他妈是什么情况 他话音刚落 洞内所有的丧尸 就向周周他们冲了过来 周周看着这密密麻麻的丧尸 按道 该死 这比自己预想的数量多得太多了 就算自己能逃出去 夏冰冰还有大哥也很难 看着已经冲到跟前的丧尸 赶紧对大哥和夏冰冰大喊道 跟紧我 而周周突然发现 大哥用手将自己拉到了身后 一脚将近前的丧尸踢飞出去了 周周的大哥回头看着周周笑道 什么时候轮到你独自省率了 刚刚被周周的大哥踢飞的丧尸 缓缓地站了起来 周周的大哥满脸凝重地看着丧尸说道 挨了我一下 居然还能站起来 这些东西有弱点吗 周周看着前面的大哥说道 他们的弱点是大脑和害怕强光直射 看来大哥你的伸手还没退步吗 周周的大哥回道 废话 至少收拾你肯定没有问题 周周道 那么老战术没忘记吧 周周的大哥道 当然 我先手 你补刀 话音刚落 对面的丧尸怒吼着向他们冲了过来 周周大哥一马当先 打乱丧尸进攻的脚步 随后周周跟上给丧尸致命一击 周周看着前方越来越多的丧尸 大声对夏冰冰等人喊道 所有人聚在一起 拿起手电筒照射丧尸的眼睛 攻击他们的头部 千万不要被咬伤 一旁黄涛和另外一名村官牛叔 合力解决了一个丧尸后 已经满头大汗的黄涛开口道 我俩对付一只丧尸都够呛 周家两兄弟居然能打一群 牛叔此时也是气喘吁吁回道 他俩从小就被国武的张师傅看中 收作关门弟子 就算职业格斗选手都未必打得过他俩 黄涛脸色黯淡地说道 是这样啊 之前我还想教训周周 真是不自量力啊 此时最后一个丧尸也被周周解决了 周周的大哥黄顾四周后 看向周周 问道 周周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周周嘴嘴角微扬道 叫我一声歌 我可以教你 随后又回头对夏冰冰说道 没事了 不用怕 夏冰冰被周周突然地回头吓了一跳 然后立刻紧张地回道 好 好的 周周的大哥鄙视地看着周周道 你小子安慰个人都不会吗 夏冰冰深吸一口气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们 周周的大哥指着周周说 嗨 甭谢我 是周周这小子一直护着你呢 周周则则是摆了摆手说 我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另一边 林杰其中的一个手下 手臂被丧尸咬伤了 此时正惊恐地大声道 林 林总 我好像被咬了 怎么办 另外一个手下也说道 老板 我好像也 我们不会变成那种东西吧 话音刚落 此人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大声喊道 救救救我 老板你在哪里啊 躲藏在一棵大树后的林杰 并没有理会后面自己手下的叫喊声 而是身体僵硬地背靠着大树 突然身后的手下们传来害怕的声音 大声呼喊着 周周 你要干嘛 我这不是 等等 不要杀我 林杰更是害怕地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脸上的冷汗也在不停地往下流 林杰尽力控制自己 害怕自己发出一点声音被发现 片刻的功夫身后就没了叫喊声 并且林杰发现脚步声慢慢地向自己这边走来 心顿时提到嗓子咽 最终脚步声停在了林杰的身后 周周探出身子看着林杰说道 呵 你居然没有被感染啊 算你走运 周周低下身子 在林杰耳边轻声说道 你就这样一直躲下去 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说完周周向远处走去 边走边继续喊道 林杰 林老板 你在哪里 等到周周走远后 林杰双手捂住嘴巴 满脸恐惧地看向脚下 内心恼怒骂着周周 还在洞口的夏冰冰等人看着洞口 夏冰冰说道 可是 我刚刚确实听到了村之书的声音 远处过来的周周 问道 怎么了 突然山洞内又传来刚刚求救的声音 夏冰冰大惊道 又来了 这绝对是村之书的声音 周周凝凝重地看向山洞 对着大哥和夏冰冰说道 你们先回去吧 我进去看看 此时周周的大哥则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至少能给你做个侧应 周周想了想 大哥的身手不比自己差 也就同意了 随即就对夏冰冰等人说道 你们则先回去吧 夏冰冰还想和他们一起去找村之书 刚要开口 周周说道 从尸堆中救人本来救凶险 你们帮不上忙 反而会扯后腿 回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村之书的安危 我们去确认 一旁的牛叔对着夏冰冰和黄涛说道 小黄 小夏 我们先回去吧 村里也需要我们 依然想跟去的夏冰冰 想到自己身为一名村官 还要回去帮助安抚村民 也就转身跟着离开了 周周看着夏冰冰等人离开的背影 内心暗倒 不能再增加受害者了 但愿能在这里解决几天后 即将爆发的失潮源头 村里面的幸存者 也只能交给夏冰冰他们了 周周兄弟二人拿着手电筒 往山洞深处走去 一旁的大哥向周周问道 喂 阿周 村之书真的还有救吗 之前那些丧尸 可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了 周周回道 不一定 大哥惊讶地说道 哈 真的 周周继继续说道 如果村之书被咬伤了 那就毫无办法了 但是刚才的呼救声 不太像是被咬伤后的人 能喊出来的 听到这话 大哥叹了一口气说道 希望如此吧 然后继续说道 夏冰冰当初一个大学生 来这里做村官 都是村之书帮忙 他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 也难怪他这么在乎 村之书的安危 突然周周停下脚步 对身边的大哥说道 停下 然后死死地看着前方 周周的大哥顺着周周的目光 向前看去 震惊道 我靠 这是什么东西 周周看着眼前的干尸 陈寅道 情况不太对劲 这个尸体和之前那些丧尸不同 这个都变成干尸了 周周的大哥听到此话 疑惑道 干尸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然后拿着手电筒 向前面照去 发现有一个人影 背对着他们 开口问道 那个人是 村之书吗 显现在灯光下的身影 背对着周周大哥 不停地低吼道 救我 救我 周周大哥急忙问道 村之书你没事吧 我们来救你了 那道背影突然转过身 看向周周大哥道 救我 我好饿 那是一个胸前 长满了触手 和没有下巴的怪物 还没等周周大哥 看清怪物的样貌 怪物就伸着触手 向周周大哥袭来 反应快的周周 立刻拉着大哥 向一旁躲去 扑空的触手 轻松地将地面上的 岩石击碎 周周瞳瞳 微缩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内心道 速度太快了 逃不了了 想到此的周周 毫不犹豫地拿着长刀 正面向那怪物冲了过去 前方的怪物边使用触手 攻击周周边低吼道 好饿 救救我 周周敏捷地躲避着面前的触手 挤得闪身 就冲到了那怪物的面前 然后用刀使劲地向怪物面部砍去 然而并没有对怪我产生任何伤害 周周震惊地按道 这皮肤硬步 竟然是变一种丧尸 变一种趁着周周 周周还在愣神的时候 使用触手 狠狠地将周周抽飞了出去 向后倒去的周周 狠狠地摔在地上 变一种怒吼着 继续向倒在地上的周周攻来 忽然一道强光照射在变一种脸上 变一种立刻用双手挡住强光 并向一旁躲去 周周大哥拿着手电筒 大声对周周喊道 强光对他有效 此时艰难站起来的周周 立刻对大哥喊道 走 随即周周兄弟二人 便急速地向洞外跑去 冲出洞口后 周周瘫软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一旁的周周大哥问道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也是丧尸吗 周周回答道 是丧尸 属于变一种的一种 周周看着大哥疑惑的样子 继续说道 这种变一通常是由人类 被动物感染后 极少情况下 两者DNA组合发生的变一 变一种比一般的丧尸强大得多 并且有的变一种还拥有异能 这废弃矿洞中 估计有不少变一的蝙蝠 从村之书的形态来看 应该是蝙蝠的二级变一种 这种丧尸在黑暗中极难对付 但是十分怕光 还好外头足够亮 那怪物不敢出来 周周大哥听后 瞇着眼看向周周并问道 桌子 你一个学渣 什么时候成丧尸专家了 周周一时语色 转身边走边说道 小说里面不都是这种设定吗 我觉得这也差不多 走吧 明天带齐装备 再来杀这只怪物 忽然两人后方洞穴内 飞出大量的蝙蝠 变异种的触手也在此时伸出洞口 紧紧地插在地面里 随后那变异种将自己拉攻式地弹射出去 把躲闪不及的周周大哥 狠狠地顶飞了出去 一旁的周周立刻反应过来 双手紧紧拉着变异种的触手 那变异种的巨口就在周周大哥眼前 周周大哥用手臂死死地抵着变异种的嘴巴 后面的周周 也紧紧地拉着变异种的触手 内心暗倒 糟了 这东西的力量太大了 要是有强光就好了 突然一阵轰鸣声音从周周身后传来 急速飞奔而来的车向变异种冲了过去 车内的夏冰冰着急地大喊道 快闪开 周周定眼一看 开车之人竟然是早已离去的夏冰冰 前面没有反应过来的变异种 就被狠狠地撞飞了出去 车停后趴在方向盘上的变异种抬头看去 夹在数核车之间的变异种大声地对他吼叫着 但是片刻功夫变异种的头颅 就重重地垂落在车盖上 周周立刻赶到 他才没了气息 夏冰冰捂着头从车内走出来 问道 周周周 你们没事吧 这怪物是怎么回事 说着便向那怪物看去 突然震惊道 这 这是 村之书 周周看着夏冰冰说道 抱歉 但是村之书早已经牺牲了 这个只是怯占村之书身体的恶鬼 背靠着大树的周明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说道 幸亏小夏开车折返回来救场 不然我俩怕事都要交代在这里 你小子也不知道和人家道个性 以后你可咋办 周周看着虚弱的大哥惊恐道 哥 一 一旁的夏冰冰也震惊地双手捂着嘴巴 眼内滚动着泪水 周明故作轻松地笑道 嘿 一时疏忽 还是中招了 轻惊暴脱的周明 艰难地向周周说道 抱歉了 桌子 家里就拜托你了 然后看向一旁的刀 继续说道 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 看着被感染的周叔 周周陷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自己一直以为有了这次重生的机会 就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可现在 为什么又是这样 忽然周周回头看向早已死去的变异种 迅速走了过去 拔下插在变异种头颅中长刀 然后疯狂砍向变异种的头颅 血液到处四溅 一旁的周叔看着发疯似的周周 以为周周是伤心过度 大声喊道 桌子 你在干什么 快住手 夏冰冰也在一旁劝阻周周 但是周周依然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因为周周刚刚想到 变异种丧尸会召集低级丧尸 从而吸取他们的丧尸病毒 目的就是为了在后脑凝结丧尸精和 片刻后 周周果然在变异种的后脑中 找到了丧尸精和 随即向周叔说道 哥 你还没有出现症状 还有机会 说着周周便将取出来的丧尸精和递给了周叔 面色犹豫地继续说道 这是和你体内同源的病毒集体 丧尸精和 现在吃了它 有几率进化为异能者 免疫丧尸病毒 但更有可能的是 变为刚才那样的怪物 周叔只是看了看 就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 周周虽然犹豫 但是也知道 这是此时能救大哥的唯一办法 吃下丧尸精和的周叔 面色轻松地对周周说道 有这玩意早说啊 浪费我的感情 要多久生效 周周低沉地回道 两天内就会有结果 听完之后 周叔就向山洞内走去 边走边说道 两天如果我没从洞里面出来 你们就把洞口封了 不过万一我变成异能者 你可别嫉妒啊 周周看着乐观的大哥 内心也放松了下来 相信大哥一定可以挺过这次难关 面露微笑说道 嗯 等你 而一直躲在大树后面的灵结 听到周周他们对话后 面色阴狠地说道 原来如此 就让我来帮你一把好了 第二日早上 周英穿着一身自制防装 边喊边冲进了周周房间 哥 起床了 周周回头看向周英 无奈地说道 干嘛呢 穿得跟个齐行种似的 周英回答道 不是你说全家要加强防备吗 我才搞了这一身铠甲 然后炫耀地继续说道 怎么样 厉害吧 周英还在等着周周夸奖的时候 周周用食指在周英的铠甲上 轻轻一推 周英像一个滚筒一样 向外滚出去了 周周无语道 就这还铠甲 丧尸来了 你用滚的吗 周周走出房间 抬头看到自己老爸 正在垒院墙 周爸此时也看到了周周 便开口问道 小周 醒了啊 随后跳下院墙 抱着一旁的火药桶 兴奋地向周周说道 这些宝贝你从哪搞来的 给你爸留几箱玩玩备 周周无奈地说道 爸 这是火药 不是玩具 周周老爸扛着火药桶就跑 边跑边说道 别那么小气 就一想 周周看着玩心重的老爸 叹着气说道 您悠着点啊 突然旁边传来筐的一声 周周转转身看去 发现自己的老妈 头顶平底锅 手拿金刚叉 脚踩滚筒小妹 再努力地练习插法 周周看着眼前这一幕 内心道 真不愧是母女俩 然后开口向老妈问道 妈 现在还有早饭吗 周周老妈随口说道 没空做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然后继续练自己的插法了 周周看着自己老妈 内心叹着气道 去牛叔家蹭一顿饭好了 周周家门口站了好久的夏冰冰 刚想要伸手按向门铃 这时周周就从里面打开了大门 周周此时也看到了夏冰冰 便问道 你怎么在这 夏冰冰低着头 欲言又止 周周则则继续开口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夏冰冰下定决心似的 大声地向周周说道 我 我想请你帮个忙 周周疑惑问道 帮忙 里面听到门口动静的周妈 也走了出来 看到来人是夏冰冰后 开口说道 是冰冰啊 来来 快进来 夏冰冰看到出来的周妈 回答道 谢姨 我就不打扰了 我来是想找周周帮忙的 夏冰冰继续向周周说道 村委会已经组织村民开始加强防卫了 工作展开的还算顺利 不过 我昨晚和县城警局联系后 就一直没有再收到消息 甚至今早连信号也断了 听到这话的周周 看向自己的手机 疑惑着真的没有信号了 奇怪前世没有发生这种事啊 夏冰冰继续说道 这很不正常 我担心消息的闭塞 会让我们错过救援的时机 所以周周 我想请你陪我去趟县城 看能不能联系上外界 周周听完夏冰冰的话后 有所顾虑的沉思着 夏冰冰看出来了周周的犹豫 俯下身向周周鞠了躬 说道 真的很抱歉 明明昨天周叔哥身上发生了那种事情 今天还来找你一起冒险 但是 周周 你是我知道身手最好的 也是最了解那些怪物的 我必须要去县城了解情况 这是我的职责 一旁的周妈听完夏冰冰的话 开口道 好了冰冰 不用再说了 昨天要不是你 我这傻儿子也回不来 夏冰冰看向开口说话的周妈 周妈则是继续说道 小叔的事情和你无关 那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冰冰你稍微等一会 随后向周周说道 小周你跟我来 周周看着走向房间内的老妈 也跟着走了进去 房间内周妈背对着周周 在面前架子上翻找着什么 然后缓缓开口说道 小周 我们是你的父母 不用顾虑我们 父母本就应该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而不是成为你的累赘 看看你的表情 都多大的人了 还要小鹰担心你 说着周妈就从架子上面 拿下一把年代很久的长刀 然后看向周周继继续开口道 所以 多信任我们一些吧 就像我们相信你 相信小叔能顺利回来一样 周周这才放下自己的顾虑 看着面前的老妈回道 我知道了 周妈将手中的刀递给周周说道 拿去 这把刀保养得还不错 周妈看向一起离开的周周和夏冰冰 挥着手大声喊道 去吧 做你们该做的事情 都给我全须全尾地回来 听到了吗 夏冰冰回头向周妈说道 谢姨 我们会尽快回来的 周周让老妈赶紧回屋去吧 让他们自己小心一点 周妈站在大门前 看着周周和夏冰冰的背影 微笑道 这俩看上去还挺搭的吗 山洞内吃完丧失惊合的周叔 还在等着身体变化 忽然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靠近 周叔内心以为是周周 刚想要开口提醒 现在还不能过来 忽然察觉到脚下有液体流淌过来 周叔疑惑地用手沾了沾 放到鼻子下方闻了一下 震惊地发现竟然是汽油 还没等周叔做出反应 汽油就被引燃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而周叔也被袭枕当中 周周和夏冰冰二人 正前往县城寻求帮助 车内的夏冰冰看着窗外哼唱着歌 不过是跑掉的 周周此时也是一脸无奈地看着夏冰冰 心里则道 原来真有五音不全的人 夏冰冰歉意地看着周周说道 抱歉抱歉 我一紧张就喜欢哼歌 我也知道我唱得不好听 周周则是感慨地想到 明明怕得要死 还想顶在前面冲上去 不过 确实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夏冰冰 这一世有很多突发情况 不能完全依靠前世的经验 所以还是得靠她的丧失感应能力 绝不能让夏冰冰有任何闪失 想到这 周周缓缓喊道 夏冰冰 夏冰冰疑惑地看向周周 周周继继续说道 以后你来我家住吧 夏冰冰听到后疑惑道 哈 随后脸颊微红转向一边 小声道 为什么要我去你家 周周并没有看到夏冰冰微红的脸颊 暗道 如果说她前世亦能觉醒 她肯定不相信 算了 直说吧 随后开口道 因为我需要你 不能让你有闪失 夏冰冰微红着脸 疑惑地看着周周 刚想要询问什么 周周突然发现前方的道路 被她县的泥室完全堵住了 随后二人下车前去查看 看着道路完全被挡住 夏冰冰沮丧地说道 这情况 没法去县城了 周周并没有说话 而是陷入沉思 前世这路是通的 看来发生变化的不只是时间 县城的道路不通 那以后的物资补给就难办了 目前来看是没有办法去县城了 周周无奈地开口道 走吧 先回村 再想办法 夏冰冰也说道 只能先这样了 回去的路上 周周想到家里的物资 还能撑一段时间 但是目前没有信号和道路不通 都给周周一种不好预感 车子突然压上组车钉 失控地向一侧滑去 周周立即踩死刹车 将车在马上掉落桥的时候停下 周周和夏冰冰二人下车 看到路面上的组车钉 夏冰冰震惊地大声道 那时 周周则则是阴沉着脸开口道 别去 那是组车钉 这是人为的 话音刚落 一道声音响起 哈 真有你的啊 周周 这么快就和咱们的美女村官搞在一起 真令人羡慕啊 蹲在栏杆上的林杰 拿着手枪戏虐地看着周周 周周并没有看向林杰 只是开口问道 你要干什么 林杰说道 干什么 你昨晚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我身为大哥 总得替他们报仇吧 说着就向周周慢慢地走了过来 周周嘲讽讽道 给兄弟报仇 那你应该去砍丧尸啊 不过 就凭你昨晚那怂样 真的敢动手吗 林杰听到周周竟然敢嘲笑自己 恼怒地说道 他妈的周周 老子现在就杀了你 周周手扶腰间的长刀 轻笑一声说道 是是 此时气氛凝固到了极点 一边的林杰眯着眼看着周周 缓缓地扣下扳机 但并不是打向周周的 而是打向周周身后的夏冰冰 周周震惊地看着重枪倒地的夏冰冰 随后震怒地向林杰说道 林杰 你这人渣 而林杰仰天大笑道 心疼了吧 这就对了 随后阴狠地看着周周继续道 对付你这种货色 就得从身边的人下手 啊对了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 昨晚我看见你大哥被感染了 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 所以我就帮你一把 把矿洞给炸了 听到林杰说的话后 周周一煞间失神地站在原地 随后双目赤红地看向林杰 抽出腰间的长刀 愤怒地向林杰奔去 林杰看着冲过来的周周 一脸玩弄地说道 蠢货 就等你冲上来呢 说着就举起手枪 要向周周开枪 突然林杰身边的森林中 一道黑影窜出 将林杰的手臂直接给咬断了 倒地的林杰 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 惊恐地看着突然出现的生物 周周也被这突然出现的生物 震惊地停下脚步 看着生物大惊道 这是 二品丧尸郎 另一边家中一脸悠闲的周英 站在自家房顶看向远方 说道 二哥和冰冰姐好慢啊 怎么还没有回来 突然下方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门外的人大声地喊道 周周在吗 周周 楼顶的周英看向下方来人 疑惑地说道 黄大哥 牛叔 我二哥他出门了 这是怎么了 下方黄涛大声地喊道 你看那边山上 周英拿出手机向远方照去 随后周英瞳孔迅速变大 手机内显示 山上密密麻麻的丧尸 正向山下走来了 被丧尸郎咬断手臂的林杰 此时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不甘地骂道 妈的 这是要死了吗 而丧尸郎慢慢转头看向周周 周周内心一柄 暗道 不好 丧尸郎大吼一声就向周周扑来 周周则则是快速地向一侧躲去 手上的长刀顺势从丧尸郎胸前划过 顿时丧尸郎血液喷涌而出 看着被自己伤到的丧尸郎 周周按道 幸亏现在是黄昏 丧尸郎的战斗力还不强 如果到了晚上 我和夏冰冰必死无疑 所以必须在日落前杀掉他 突然森林中传来阵阵吼叫声 周周疑惑地愣住 还有丧尸 不对 是尸巢 周周惊愕地看着远方的尸巢 想到为什么尸巢还是来了 尸巢的源头村之书不是死了吗 难道源头不是村之书 是蝙蝠 周周刚想通原因 虎视眈眈的丧尸郎就冲到了周周面前 力爪狠狠地向周周拍来 仙君一发之间 周周利用自己敏捷的身手 艰难地闪躲了出去 震惊丧尸郎明明受了这么重的伤 速度还是这么快 但是随后周周发现 此前被自己弄出来的伤口 正在快速地愈合 还没等周周站稳脚步 丧尸郎就张着血盆大口 向周周咬来 另一边周叔所在的山洞 被之前的爆炸引起的碎石封住洞口 此时洞内传来阵阵轰鸣声 随着轰鸣不断地变大 洞口的碎石就被全部炸飞出去 片刻后 周叔一脸邪笑地站在洞口 全身地散发着怪异的红光 这边夏冰冰满脸绝望地看着 被丧尸郎咬中的周周 嘴里嘞喊着 不要 周周 忽然丧尸郎口中的周周全身 散发着怪异的红光 周周感受着身体内不断攀升的力量 随即使用拳头 向丧尸郎上额狠狠地捶去 而丧尸郎毫无防备地吃到周周全力一击 便一声哀叫地向后倒去 口中鲜血喷涌而出 而周周趁他并要他命 拿着长刀再度向丧尸郎砍去 遭受重创的丧尸郎 再无能力躲避周周的攻击 便被周周拦拦腰斩断 夏冰冰此时震惊地看着眼前一幕 轻声地呼喊周周 周周面带微笑看着夏冰冰 回道 嗯 我在 虚弱的夏冰冰则说道 哈 你没事就好 虽然你这厉害得有点过分 但我怎么一点也不吃惊呢 夏冰冰内心道 是我潜意识里认为 周周能够解决一切麻烦吗 周周看着自己手心 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力量突然暴涨 难道是异能觉醒吗 但是在前世从来没有不靠精和异能觉醒的例子 回过神来的周周 回头的失潮 缓缓开口道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 要准备跑了 这里已经被丧尸包围了 你的腿有伤 我背着你跑 待会抓紧我 路上会有些颠簸 夏冰冰艰难地站起身 面露痛苦之色 低声答道 好 周围的丧尸此时大吼着向周周二人围了过来 周周背着夏冰冰 迅速地向家跑去 不久后就看到了远方的村庄 但是后面紧跟的丧尸 也快速地追了上来 看着后面的丧尸 周周按道 数量还是太多了 即使我能杀光他们 也不能保证夏冰冰不会受伤 想着周周就要起身继续逃 突然远处出现一辆车 快速向周周靠近 就看到那辆车的车尾 喷射着巨大的火球 到了周周跟前后 开车之人一个飘逸掉转车头 用车尾喷射巨大的火球 将眼前丧尸全部喷飞 车停下来后 就看着驾驶位的周爸 嘴里叼着香烟 大声地向周周喊道 桌子 老爸来了 后排的周英挥着手说道 还有我 周爸接上周周和夏冰冰二人后 迅速地向家驶去 面对后面紧追不舍的丧尸 周爸大喊道 炮手听令 三枚周是火龙弹 后排的周英一边喊着遵命 一边向后面丧尸扔去 三个自制火龙弹 窗外全身燃烧的丧尸 还在不停地追赶着 周爸冷哼一声 又将一枚火药扔了出去 同时将口中的香烟弹向火药 顿时火药就被引燃 发生巨大的爆炸 周英看着威力十足的炸药 不仅没有一丝害怕 还兴奋地大喊着 这也太带劲了吧 一旁的的周周和夏冰冰二人 都无奈地看着兴奋的周英 随即周周想到车内坐以下 是有医药箱的 便低头寻找着 周周刚将所需之物拿了出来 周英就一把抢了过去 说道 女孩子的腿 是你能随便摸的吗 接着一脸坏笑地 看着周周二人继续说道 除非你们俩有 我不知道的特殊关系 夏冰冰没有说话 只是尴尬地笑着 周周无语地看着周英 按道 这小丫头骗子 随后开口向周爸问道 爸 家里情况如何 周爸回道 放心吧 那些丧尸还没有进村 周周点头看向一旁的炸药 说道 话说老爸 这些炸药都是你做的 居然还敢在炸药旁边抽烟 周爸则是自豪地说道 当然了 年轻时候我对炸药特别痴迷 天天研究炸药 后来进了矿山 成了队伍里的爆破专家 可惜山上的矿彩空后 我就没有炸药丸了 想拆点爆竹丸 还被你妈管着 周周突然想到什么 向老爸问道 所以去年家里厨房爆炸 是你搞的 周爸身体顿时紧张起来 吞吐说道 啊 当然不是了 怎么可能 一旁的周周继续说道 爸 你浑身在颤抖 周爸小声说道 别告诉你妈 一会功夫周周等人 就到了家门口 刚下车就听到院内 传来哇啊的叫喊声 周爸顿时紧张地撞向大门 大喊道 糟了 门被反锁了 进不去 身后的周周屈膝 直接将大门击碎 随后就看到周妈 掐举着一个丧尸淡淡地说道 原来是你啊 隔壁村地张大嫂 好久不见啊 门外周爸和周英 看到周妈凶悍的样子 都心颤地躲在门后 周周在前面小心翼翼地喊道 妈 房间内周妈 并没有理会周周等人 而是阴沉着脸 拿着平底锅 继续对丧尸张大嫂说道 突然窜出来 还吓了我一跳 你以为你变成这副样子 就不用还钱了 上次打牌 你还欠我五百呢 你家儿子上大学 我随理六百 我家老大上大学 你毛都不拔 还到处说我们家闲话 找打 周妈边说边抱打丧尸张大嫂 周周看着凶悍的老妈 颤抖地向老爸问道 妈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打了 一旁的周爸点着烟说道 一直都能打 年轻时候 他可是十里八乡的扛把子 真要打起来 等闲三五人进不了他的身 不过认识我之后就收敛了很多 当初你妈强行让我娶她呢 话音刚落 就看到院内飞来一个平底锅 重重地击中一脸回忆的周爸 随后就传来周妈的声音 不要脸 当初明明是你赖上我的 又向周周说道 还有你周周 把大门撞坏了干嘛 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 就在周周后怕的想要逃走时候 夏冰冰说道 谢阿姨 你也不要怪周周了 她刚刚也是担心你 周妈听到夏冰冰的话后 立即停下手上的动作 看向夏冰冰轻声说道 哎呀 冰冰也在啊 我刚才这是闹着玩呢 别当真哈 阿姨我很好说话的 一旁的周周 无奈地看着善变的老妈 就在这个时候 一侧的围墙上 出现一个丧尸大声吼叫着 但随即就被击退了下去 围墙上的黄涛 向院内周周等人大声喊道 别闲聊了 丧尸越来越多了 好多都进村了 西边还有一群正朝我们这来 听到此话的周周 瞬间激发自己体内的异能 向着丧尸群杀取 周周看着加入战斗的家人们 内心道 如今全家严阵以待 不会再给丧尸可乘之机 而且现在的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有家人的支持 这次失潮 我们一定能安然度过 突然后方的丧尸慢慢地后退去 周英看着退去的丧尸 惊讶道 看 这群丧尸害怕了 而一旁的周周皱皱着没说道 不对 丧尸绝不会感到害怕 话音刚落 就看到退去的丧尸 拿着梯子等工具再度围了上来 周爸看着手拿工具的丧尸 震惊道 不会吧 丧尸还会抄家伙 他们这是要打工程战吗 做好继续战斗准备的周周 大声喊道 这些丧尸明显是被人操控了 随后周周就发现 远方的楼顶有一道身影 发现那道人影 竟然是本该早已死去的林杰 此时林杰正面目诡异地看向这边 看着源源不断扑来的丧尸 周爸皱着没骂道 该死 怎么都朝我们家来了 随后向后面周英大喊 丫头 炸药 周英着急地回道 已经用完了 远处的黄涛 看着侧面爬上来的丧尸 向周周大喊道 周周 有几只从边上摸过来了 周周随即向侧面看去 暗道 声东击西 这些丧尸居然还玩起了战术 看着下方下冰冰 周爸 周妈等人都被丧尸团团地围住 艰难地与丧尸对峙着 周周目光萎缩 向周爸周妈说道 爸 妈 你们在院子里面防守 其他的我来解决 说完便激发异能跳下了围墙 周爸看着跳下去的周周 焦急地大喊着周周名字 随后便看到周围的丧尸一拥而上 将周周死死地压在身下 而此时的周周感受着身体攀升的异能 将异能汇聚到长刀之上 向外重重地挥去 低声道 血气护体 力破万钧 异能血浮屠 随后便看到周周身边的丧尸 被异能全部斩碎 周周看着自己使出来的异能 想到前世见过一次 曙光君的司令 最强的异能者之一 似乎就是这个异能 只是自己的血浮屠弱了很多 但是周周明白此时 只要自己拥有力量 能够保护家人 其他的都不重要 看着远方楼顶的身影 周周知道这些丧尸不足为惧 关键是操控他们的人 秦贼仙秦王 看着又围上来的丧尸 冷笑道 不会以为这种普通的丧尸 能拖住我吗 话音刚落 周周身后就传来巨大的吼叫声 周周后背发凉地愣在原地 另一边夏冰冰艰难地击倒 扑上来的丧尸 周妈看到后 着急地问道 没事吧 小夏 有没有受伤 夏冰冰喘得粗气回道 谢姨 我没事 周周呢 我看到他刚才跳了下去 前面的周英大声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看见二哥像超人一样 把那些丧尸全砍倒了 放心吧 他肯定没事的 此时周英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 周英慢慢回头看去 周周此时就躺在杂食之中 周英震惊地喊道 二哥 而周周焦急地向他们大声喊道 别过来 快跑 将周周击飞是一个变异的巨熊 此时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周周 周周不顾全身的疼痛 艰难地站起身 因为他知道现在能站出来就只有自己 自己也绝对不允许家人再出事了 随后全力激发自己身上的异能 准备拼死守护自己的家人 周爸等人看着拼命的周周 焦急地呼喊着周周 内心充满了担心 就在此时 巨熊挥动着自己的力爪 狠狠地向周周拍来 周周则则快速地向一则躲去 但是一声巨响之后 巨熊的力爪并没有拍下来 而是传来一道声音 嘿 我说你小子之前怎么突然就变强了 原来你也会用这种力量啊 话音刚落就看到 周周的大哥周叔 此时正单手抵挡着巨熊的力爪 周叔继续说道 抱歉周子 我来迟了 周周看着突然出现的周叔 惊喜地大喊着 大哥 周叔慢慢地看向巨熊 说道 我在后山花了点时间熟悉这种力量 周子 你看好了 这种力量 是这么用的 说着就将巨熊狠狠地甩了出去 巨熊像拖轨的火车一样向远处撞去 周叔看着远处的巨熊 说道 嗯 没死 苍鼠的皮还挺厚实的 然后向周周说道 这里交给我 去做你该做的 周周看着实力暴涨的大哥 邪笑道 好 周周看着就在眼前的凌杰 想到前世家人死在自己面前后 无数个夜晚从噩梦中惊醒 都会深深地憎恶这个地狱般的世界 以及无能为力的自己 这一世的自己既然获得了力量 自当斩禁威胁 随后缓缓开口道 凌杰 你居然还活着 站在周周对面的凌杰 被丧尸狼咬掉的手臂 此时也长出类似狼爪一样 怪物模样的凌杰 低沉地笑道 不不不 原来的那个凌杰确实死了 现在的是全新的我 摆脱了人类这种低级躯体的我 看 一半是丧尸 一半是人类 既保留了独立的意识 又能控制尸群 这才是末世中的王 楼下的丧尸群 渐渐地围了过来 凌杰感受着身体内无穷的力量 继续说道 说起来 多亏你啊周周 将那只丧尸狼剁成了肉桑 把现成的金盒送到了我嘴边 我可是想了好一阵 怎么报答你呢 最后我决定吧 还没有等凌杰说完 周周就挥持着长刀 狠狠地将凌杰的头颅劈成两半 看着倒下去的凌杰 周周淡淡地说道 还是这么人耸话又多 就这还想称王 说完周周看向远处 想到这样大哥那边的压力 应该能小一点 突然身后传来凌杰阴森的笑声 凌杰的身体缓缓地直立起来 头部被周周劈劈出来的伤口 也在快速地愈合着 周周,你的刀斩不死我 周周震惊地立即将长刀立于胸前 想要继续向凌杰发起攻击 因为周周知道变异后的凌杰 继承了那只丧尸狼的再生能力 还没等周周发起进攻 下一瞬间 凌杰就出现在了周周的身边 缓缓开口道 我们是同类啊 周周,这是我们的时代 归顺于我 尸体将是我们的兵足 血肉将是我们的硕果 人类将是我们的家畜 为此,我特意召集了尸群 帮你清除身边的低等血脉 怎么样,我的回礼你还喜欢吗 远处的丧尸群 已经登上了高高的围墙 院内的周爸等人都在艰难地抵抗着 一边的牛叔向周爸大喊道 老周,这边快撑不住了 周爸内心也是很着急 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回到 再坚持一下 小叔和桌子他们就快解决了 话音刚落 就看见巨熊重重地砸在周爸身边 一侧传来周叔的声音 嘿,真是耐揍啊 这家伙后事 先用他堵缺口吧 周爸看到周叔这边已经解决巨熊 着急地向周叔问道 小叔,桌子那边怎么样了 周叔看着眼前围上来的丧尸群 知道自己此时也无法离开此地 只好向周爸说道 放心吧 桌子的潜力在我之上 他会解决的 另一边的周桌 再一次被林杰击飞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林杰蹲在碎石上方 看着周桌嘲笑道 嘿,真是让我失望啊 周桌 你就只有这点能耐吗 不过臣服于我 我将赦免你向王辉刀的罪 话音刚落 周桌挥持着刀 又向林杰劈来 将毫无防备的林杰 狠狠地劈飞了出去 看着被自己击中的林杰 轻声说道 人不与畜生为伍 更何况你这畜生 居然敢向我的家人呲牙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你宰了 林杰 倒地的林杰 胸前的伤口快速地愈合着 看着周桌说道 是吗 可惜啊 周桌 那我只好宣判你 死罪 说着就快速地冲到了周桌面前 挥持着利爪 向周桌狠狠地拍下去 看着速度变快的林杰 周桌只能被动地用长刀抵挡着 此时内心震惊 林杰不仅速度变快了 力量也变得更强了 林杰不断增强攻击 就听见赤拉一声 周桌的手臂上 被划出深深的一道伤痕 周桌也反应迅速地调整身位 向后方躲去 停下身形的周桌 看着手臂上的伤口 按道血浮屠的护体血气 居然也挡不住了 对面的林杰看着利爪上周桌的血液 开口说道 不错啊 周桌能躲开我的全力一击 我还以为刚才那一掌 能看到你肠子的颜色呢 周桌感受到自己体力 在快速地下降 自己血浮屠的状态 也快维持不住了 随后抬头看向远处的林杰 做好了下一击 决出胜负的准备 但是还没等周桌反应过来 林杰突然出现在周桌面前 看着周桌音笑道 嘿 骗你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全力一击有多强啊 意识愣住的周桌 还没有来即做出防御 就被林杰的利爪 在胸前划出深深一道伤口 顿时血液四溅 但是下一刻周桌手中出现一个火药 扔向还在沾沾自喜的林杰 火药瞬间发生爆炸 而爆炸中央传来林杰的声音 燃烧平 这么一点火就像烧死我 等到爆炸的火焰慢慢消失后 林杰发现周围已没有了周桌的身影 疑惑地说道 那个周桌居然逃跑了 说完就仰天大笑 然后继续说道 你身上的鲜血的味道如此浓郁 居然还妄想能逃跑 林杰收起笑声 目光阴森地看向远方缓缓说道 等着被我追上 然后被虐杀吧 趁机逃跑的周桌躲在便利店内 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着自己手臂上的伤口 已经不再流血了 周桌内心微动 没想到血浮屠竟然还有治疗的能力 但是周桌感受着所剩无几的体力 知道自己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了 跟着血液味道找来的林杰 看着面前的汽油站 大声说道 哈 加油站 看来你给自己选棺材的品位不怎么样了 周桌 林杰的力掌在汽车上慢慢滑过 火花四溅 林杰缓缓开口道 你知道狼群为什么在不缺食物的情况下 也会去狩猎吗 感受猎物的恐惧 无助和绝望 在机关算尽 死终求活之后 发现这一切毫无用处的崩溃 这些都是无上的乐趣 话音刚弱 林杰就将面前的汽车掀翻了出去 林杰顺着地面上的血迹看去 血迹尽头的地面上有着汽油 布置的半线 以及上方和半线连接着的燃烧屏 林杰嘲笑地开口道 你以为我会顺着血迹走进便利店 然后踩中陷阱吗 实际上 血腥味最浓的地方是 林杰说着 就用利爪向上方顶棚劈去 顶棚硬声倒塌 但是藏在里面的 只有沾满周桌血液的外套 林杰看着掉落下来的外套 震惊道 什么 这是 外套 就在外套从林杰面前掉落下去的时候 就看到周桌已经冲到了林杰的面前 手中拿着粉末状的东西 向林杰的面部撒去 林杰捂着双眼痛苦地大叫着 周桌 你干了什么 周桌看着面前痛苦叫喊着的林杰 缓缓开口道 这是炎啊 你闻不出来吗 也难怪 现在你什么都闻不到 也什么看不到 丧尸狼的能力在你身上得到了强化 而你也同样继承了他的弱点 狼的鼻子分布着两亿多的细胞 能分辨两百多万种不同的气味 而丰富的嗅觉神经也意味着 他无法忍受 炎这种刺激性物品接触鼻腔 这对你来说 更是痛感加倍吧 普通人自认为看破陷阱后 往往会放松警惕 以自诩为王 却也没什么不同啊 林杰 林杰听着周桌嘲讽的话 恼羞成怒地大声喊道 周桌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啊 而周桌只是冷漠地看着眼前的林杰 继续说道 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周桌学着之前自己的大哥 将血浮屠的血气聚集在一起 集中在手中 然后拿着长刀狠狠地向林杰斩了下去 林杰被强大的异能之力斩入地面之下 浓烟过后 周桌看着裂缝之中的林杰 缓缓开口道 这都没能把你斩断 你这怪物的生命力还真顽强啊 差点被周桌劈成两半的林杰 低吼着 我是王 我是不会死的 就此时 林杰震惊地发现自己周围有大量的液体涌出 惊恐地问道 这是什么 面前的周桌淡淡地开口说道 小型燃烧平的火焰奈何不了你 所以我想试试 用一整个加油站的地下储油罐 能不能把你送上天呢 这就是 我为你选的棺材 永别了 林杰 另一边还在家中防守的周霸等人 突然发现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轰鸣声 周霸缓缓抬头看去 还在疑惑那边发生了什么 就看到远处的太阳缓缓升了起来 周霸一时争住 开口说道 天亮了 这时一边的周英大喊道 快看 就看到之前还在围攻的丧尸 慢慢地向后退去 看着退去的失潮 艰难防守一夜的周霸等人 此时也都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 刚刚解决林杰的周桌 看着远处升起的太阳 面露微笑 就要向家走去 身后突然传来呼喊声 不知道怎么存活下来的李琴 此时正一脸痛苦地依靠在强柱之上 开口道 周桌 救救我 说完头颅就重重地垂落下去 周桌听到呼喊声回头看去 疑惑地开口问道 李琴 周桌家中 周英正鄙视地看着周桌 缓缓说道 哥 你是变态吗 怎么可以当街去脱女孩子的衣服 周桌则是无奈地说道 我是为了检查李琴有没有被咬伤 贸然把外表看起来正常的幸存者带回家 风险太大 因为这种情况被团灭的例子数不胜数 必须得谨慎一些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穿上衣 这很公平 听到这话得周英 更加鄙视地说道 这不是显得你更像个变态了吗 还好当时是我先发现的 让你住手吧 不然冰冰姐看到就糟糕了 周桌刚想说被她看到又怎么样 旁边的门就打开了 夏冰冰从里面走了出来 开口说道 李琴她没事 我检查过了 估计是精神和体能消耗过度 再休息一阵就能醒过来 夏冰冰说完话后 发现外面的气氛稍微有点怪异 便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一边的周英假装咳嗽一下 开口说道 没有没有 冰冰姐 没事就好 另外一边周桌看着出来的夏冰冰 说道 总之 辛苦你了 听到这话的夏冰冰 黯然地说道 不 我什么都没有做到 你们才是辛苦 过了一会后 黄涛 牛叔和夏冰冰 向周桌他们告别 想要趁着白天危险小 到村里面看看 还有没有幸存者 这也是他们身为村委会的责任 周桌看着情绪低沉的夏冰冰 大声喊道 夏冰冰 你不用自责 失朝不是预先防范就能挡住的 以我们的能力救不了所有的人 最重要的是我们得继续活下去 夏冰冰听到周桌的安慰 面露微笑地回道 嗯 我知道 一旁车内的周明 玩笑地说道 不错啊 你小子总算有点长进 周桌看着离去的夏冰冰等人 缓缓开口说道 是啊 这次的结局 总算不一样了 身后的周明疑惑道 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你的情商友 算了 当我没说 然后继续开口说道 走了 我们俩要负责把这些丧尸的尸体处理掉 随后二人便开车向后山驶去 在周桌二人将最后一批丧尸处理掉后 周桌看着燃烧着的丧尸 开口说道 这些变异的尸体必须焚烧处理掉 否则动物吃了也可能产生变异 一边的周明轻松地说道 这下能回家睡个好觉了吗 桌子 待会你开车 记得到加油站把车洗了 不然这车以后没法用了 听到这话的周桌 尴尬地说道 那个加油站 随后反应过来说道 不对 凭啥是我洗车 周明坏笑道 凭我是你哥 怎么 你不服 周桌回道 老规矩 周明道 啊 现在 你确定还能赢过现在的我 周桌不屑地说道 哼 捉鬼游戏 我什么时候怕过 随后双人便约定 周明当捉鬼人 周桌则是幽灵 捉鬼游戏规则就是 捉鬼人在原地数十秒钟 幽灵则是趁机逃跑 只要在三分钟内摸到幽灵 就是捉鬼人的胜利 而幽灵唯一要做的就是 拼尽全力去奔跑 看着异能全开的周桌 向前跑去 身后的周明玩耳一笑 缓缓开口说道 哈 给我玩这一出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也会这一招 话音刚落 就看到周明已经来到了周桌身后 周明伸手抓向周桌 而周桌面不改色地急杀住身形 向一侧躲去 随后周桌在森林中不停地奔跑着 而身后的周明也是穷追不舍 突然周桌身形一跃 向上跳去 地面上的周明 先是面色一惊地看向周桌 随后坏笑地向前冲去 周桌刚要停落在树枝上 就发现大树突然倾倒 震惊的周桌 急忙稳住身形向地面落去 周明将大树斩断 此时的周明正戏谑地看着周桌 刚落地的周桌 忽然察觉到身后有东西袭来 回头看去 竟是周明抬起树干撞了过来 大惊的周桌 用双手全力抵挡着树干 周桌兄弟二人隔着树干僵持着 周明看向对面的周桌 戏谑道 嘿 还想跑 而对面的周桌并没有回答 全力地抵挡着树干 心中则是暗叹树干上传来的巨大力量 想到此时无法进行泄力 只好顺着力量向后退去 片刻后树干狠狠地撞向牙壁 爆炸开来 周明看着面前炸开的树干 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开口说道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桌子 你没事吧 但是浓烟散去 牙壁下并没有周桌的身影 正当周明疑惑之时 一个石子砸在了周明头上 同时传来周桌的声音 三分钟到了 这次是幽灵获胜 周明看牙壁上的周桌 开口问道 你小子什么时候上去的 周桌从牙壁跳了下来 然后回道 刚才被靠牙壁泄力的时候 正好 我大致弄明白了咱们的能力 周明开口说道 我是吃了金盒 所以获得这种能力 桌子你也吃了金盒 周桌活动着筋骨回道 嗯 算是吧 周桌内心则是说 虽然是钱是吃的 然后继续开口说道 从刚才的比试来看 我的能力效果 应该是借用力量 周明听到此话 一脸不解地问道 借用力量 意思是 你可以使用我的能力 而不是我们的能力 恰好相同 周桌回道 可以这么理解 哥你的异能就叫血浮涂吧 血浮涂的效果是 可以增强自身的 力量速度等属性 还有一层护体的血气 可以抵挡大部分的物理伤害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我大致可以发挥 你能力的七成 周明汉言地说道 哈 这样我都能输 周桌继续说道 不仅如此 我似乎可以掌握 你各项能力的具体数值 周明震惊地说道 什么玩意 不会是那种游戏小说里的 系统之类吧 周桌感受自身的变化 缓缓开口道 不太一样 是一只自然的感觉 我只是能够量化而已 我看看 如果成年人的平均能力 只是20的话 你的力量和敏捷都是90 体力能有95 而智力 还没等周桌说完 周明开心地说道 嗯 这一能还可以增强智商 周桌无语地说道 大约是零吧 刚才你和木庄绝力的样子 看着挺蠢的 周明不怀好意地搂着周桌 狠声说道 信不信我揍死你 然后突然想到什么 说道 对了 那只丧尸熊的金盒 我放在你房间的抽屉里面了 今后或许用得上 而周桌则是说道 我倒是希望以后永远用不到 周明无所谓地说道 有被无患骂 走了我去洗车 周桌兄弟二人没有发现 他们的的对话 全被术后的一道身影听到了 夜深人进食 一道身影趁周桌熟睡之际 偷偷地潜入房间内 拿起抽屉内的金盒 大喜道 嘿嘿 超能力到手了 之前周妈计划着家里 要开始囤粮 便让周桌去把家里的地理一遍 此时满头大汗的周桌 一边离地 一边内心吐槽 明明大哥也是有空 却还是让自己做体力活 自己老妈是真偏心 无奈的周桌只好开启作弊器 发动异能继续离地 躲在角落里的李琴 身穿白色衬衫 手中则是拿着水杯 李琴思想斗争了一会后 深吸一口气走了出来 满脸笑容地向周桌喊道 周桌 原来你在这 我找你 好 久 了 面前的周桌 正在清理墙面上丧失的血液 周桌听到深厚的声音 回头看去 开口说道 李琴 你没事了 李琴则是乖巧站在一边 满脸妩媚地回道 嗯 我好多了 谢谢你 周桌 是你救了我 周桌淡淡地说道 我承诺过帮你一次 现在只是兑现承诺罢了 所以不用谢我 李琴并没有在意周桌的冷淡 拧开水杯倒着热水继续说道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救命之恩 那周桌以后可以多帮帮我吗 面对李琴的殷勤 周桌坚定地说道 不行 李琴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 可 可是 还没等李琴继续说话 周桌背对着李琴说道 我之前说过了 这个承诺是因为当初李叔 对我们一家的照顾 现在我已经兑现了 我没有责任和义务来一直帮助你 听到周桌坚定地回答 李琴沮丧地低下头 小声说道 我 我知道了 周桌站在已经清理干净的墙面面前 感受着身体内的异能 感叹道 看来血浮屠这异能还没法拿来耕作 被多加锻炼提高掌控力才行 这是大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周桌打开大门 看着门外之人 疑惑地问道 你们这是 房间内 之前出去寻找其他幸存者的夏冰冰等人 此时低着头坐在沙发上 对面的周桌 面色微沉地说道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村里已经没有活人 夏冰冰咬着嘴唇 伤心地说道 抱歉 我们 周桌打断了夏冰冰的话 说道 不 这不怪你们 我说过失朝不是预先防范就能挡住的 你们冒着风险搜索全村 已经尽力了 你们很了不起了 沉默一会之后 牛叔开口问道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周桌回答 很简单 洗澡 休息 然后一起吃晚饭 无论如何 我们还活着 刚洗完澡的夏冰冰 穿着周英的衣服 别扭地小声说道 小英的衣服好像有点小了 这样会不会很奇怪啊 这时周妈喊道 冰冰快来 饭都做好了 夏冰冰急忙回道 好的谢姨 我现在就来 餐桌上周爸等人正欢笑地说着话 周妈看着过来的夏冰冰 意味深长地说道 冰冰 你坐在小桌的旁边吧 夏冰冰回道 好的 一边理情看着周桌一家和夏冰冰亲切的样子 脸上更加的不自然了起来 众人全部落座后 周爸举着酒杯说道 好 现在人都到齐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现在的情况 这一桌可以说是青山村仅存的幸存者了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清楚 通讯也没有恢复 但是 我们存活了下来 我们挺过了失潮 一个不辣的存活下来 那么 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互相帮助 一同努力 不仅要生存 更要好好的生活 干杯 就在大家准备一同举杯时 周英手中的饮料掉落在地上 周明看向一样周英 着急地问道 英子 你怎么了 此时的周英双目星红 冷汗直流 嘴里发出怪异的声音 周桌激发意能看着眼前一样的周英 还没等周桌看出什么 周英就面目猙獰 向周桌扑了过来 周桌看到咬在自己手臂之上的周英 脸上病我慌张之色 周爸周妈等人都在焦急地呼喊着周英 希望他可以清醒过来 片刻后 周英眼中星红之色慢慢退去 周桌轻声问道 清醒 周英喊了一声 看向四周 面色尴尬了起来 感觉到十分的射死 周桌此时也看出周英面色不自然 暗叹一声 狠狠地在周英肚子上捶了一拳 然后扛起周英向外走去 边走边向其他人说道 英子刚刚喝的饮料有问题 我带他去外面吹吹风 大家继续吃 不用管我们 众人看到周英在周桌的肩上大口呕吐着 便相信了周桌的解释 房间外 周英尴尬地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嘴里尼南道 这下丢人丢到家了 身后的周桌则是历生地训斥道 你居然敢吃惊和 还好你命打 你以为每次都会这么好运 周英听到周桌的训斥 知道自己这次过于冒险 立刻道歉道 对不起吗 但是人家也想要异能啊 周桌无语地看着周英 内心则是想到刚刚如果不是自己一开始 就感应到了英子的异能 怕真的要被他吓一跳 随后周桌叹了一口气 抚摸着周英的头 说道 我来教你怎样使用你的异能吧 闭上眼睛去感受 把异能想象成气流 充盈了你整个身躯 异能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是你的本能 现在用这种全新的能力来感受这个世界 你看到了什么 周英跟着周桌的引导 一点一点地感受着周围的变化 缓缓开口道 生命 我看到了生命在流转 我好像能够控制这种流转 随后周英将生命之力释放到土地之下 土地里面的土豆立刻长出芽苗 并迅速长成成成熟的植株 周英看着眼前的植株 开口疑惑道 我让植物加速成长 一旁的周桌回道 从结果上来看 没错 周英看到周桌也在使用和自己一样的异能 让土豆快速地成长起来 惊讶道 说你怎么也会这个异能 周桌并没有回答周英的问题 而是将成熟的土豆一把拔出 然后说道 这是我白天刚种下的土豆 之前我还烦恼怎么解决家里的口粮问题 有了你的异能 以后蔬菜瓜果肯定管够 周英听到此话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哈 我这异能居然是用来种田的 然后满脸痛苦地继续说道 我本想着能够发射宇宙光波 呼风唤雨 变身魔法少女 结果到头来却是个种田的 好不甘心啊 周桌看着满脸失落的周英 无语道 你这一天到晚都在想些啥啊 而周桌内心则是想到 按理说吃下惊和 只有极低的概率觉醒异能 但是大哥和英子都觉醒 这可不是运气好就能说得通的 总觉得这一切都跟自己的异能有关 第二天早上 正在打鸣的公鸡 被周桌一把掐住脖子 说道 吵死了 随后向身后的牛叔问道 牛叔 这一大早从哪弄来的公鸡 牛叔将手中的母鸡举起回道 这还有一只母鸡 是我自家养的 本来就是留着它们下蛋产鸡在的 后面牛叔解释说 这是前几年村里的养殖场缺人手 让他去帮忙的时候 送给他的 后来也没有吃掉 就这么一直养着了 听到牛叔的解释后 周桌想到这养殖场离这里并不远 随后几人便一起来到了这个养殖场 想着抓一些家禽抓回家养着 以及把能孵化的蛋也带回去 黄涛看着旁边的尸体 担心地问道 这些尸体不会突然变异成丧尸吧 然后仔细看了看尸体继续说道 不过怎么看着这些人像是被利器捅死的 周桌边走边回道 放心 白天丧尸不会出来 不要去阳光照不到的地下室就行 随后众人便走进了房间内 身后的黄涛说道 也不知道外头现在是啥情况 不会跟我们村一样吧 牛书则是立即回道 怎么可能 我们人类可是有高科技武器的 也许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周桌听到他们的谈话 轻声说道 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真正可怕的不是丧尸 而是丧尸的病毒 病毒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远超人们想象 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牛书和黄涛听到周桌的回答后 都是面色担忧地沉默了起来 片刻后 牛书在柜子里面发现了大量的蛋 高兴地说道 只要保证温度和湿度 这些蛋都可以人工孵化 一边的黄涛疑惑道 不过很奇怪 怎么只看到蛋 那些家禽呢 周桌和牛书也都是很疑惑 就算家禽死了 也应该有个尸体才对 正当他们还在疑惑的时候 门外传来一声嘎 听到声音的周桌 立刻回头看去 发现门外之物竟是一只大鹅 而这大鹅 竟挥动着翅膀 向他们打着招呼 黄涛面露喜色道 运气不错啊 还有活着的家禽 周桌 麻袋给我吧 以前我在养殖场就是负责饲养和捕捉这些家禽的 套麻袋那是熟练得很 黄涛从周桌手中拿过麻袋 就向大鹅走了过去 来到大鹅面前 三下五除二就将大鹅禽住了 黄涛刚要向其他人炫耀自己的捕捉技术时 手中原本呆笨的大鹅 突然就变成一个张着血盆大口怪物 并且向黄涛的头咬去 开启异能的周桌 即是瞬间来到黄涛身边 将变异的大鹅狠狠地撞飞了出去 劫后余生的黄涛还在疑惑刚刚发生了什么 就听见周桌爆喝一声 情况不对 快撤 几人刚跑出房间 听到一响的周桌 立刻拦停黄涛和牛叔 一脸警惕地看向周围 片刻后无数只变异的大鹅 从四周向他们冲了过来 变异后的大鹅速度变得更加迅速 眼看变异的大鹅已经近在眼前 这时周桌用余光贴见一侧有一个巷子 立刻让黄涛和牛叔向这边跑来 但牛叔和黄涛毕竟只是普通人 体力和速度都比不过周桌 没多会儿体力就所剩无几 显然周桌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变异大鹅 没办法的周桌 只好尝试开启异能生长 这异能便是从周英那里复刻过来的 周桌控制着流转的生命力 瞬间让狭窄的巷子里面长满了藤蔓 疯长的藤蔓 刚好阻拦住了追来的变异大鹅 周桌回头刚想让牛叔和黄涛趁机逃走 但是下一秒就发现 黄涛和牛叔前面的巷子里面 也围堵了大量变异的大鹅 被变异大鹅夹击的周桌等人 只能暂时选择躲进一旁的宿舍楼中 进入房间内 黄涛和牛叔大口地喘着粗气 牛叔看向楼下已经聚集了无数只变异大鹅 缓缓开口道 这下我们算是被困在这里了 周桌你还有希望 我和小黄估计逃不过这一劫 听到此话的周桌面露坚定之色 回道 不 是我的大意让大家陷入险境 我会把大家全虚全伪地带回去 一定会的 而周桌的内心则是在思考着逃跑的方法 如果自己全力运转血浮屠 再扛着两个成年男性 不知道能不能甩掉这些变异大鹅 万一到时候体力耗尽 就真的束手无策 正当周桌想要拼一把的时候 一旁的黄涛大喊道 等一下 这里有一台电脑 而且养殖场还有电 周桌疑惑地看向黄涛 黄涛控制着电脑 继续说道 没问题 局域网还是连上的 我或许有办法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剧烈的撞击声 周桌一边抵挡着铁门 一边焦急地大喊道 黄哥 不管你要做什么 要尽快 这扇门抵抗不了多久 黄涛双手不断地在键盘上敲打 回道 给我五分钟 不 三分钟 我能解决这鬼东西 周桌听到黄涛的回答 内心想到这铁门肯定撑不住三分钟 那只能自己主动出击了 想到这 周桌便运转血浮屠 将铁门狠狠地击飞了出去 走出房间的周桌首扶门把手 看着再次扑过来的变异大鹅 立刻将铁门束于自己身前 抵挡着变异大鹅的攻击 周桌趁机将异能距于左拳 全力地砸在铁门之上 巨大的力量让铁门产生了七波 将走廊上的变异大鹅 全震成了肉泥 解决这些变异大鹅后 周桌松了一口气 内心刚想到 这样应该可以再拖延一会儿 下一刻就察觉到那些变异大鹅的血肉 竟在此时全部如洞融合了起来 房间内的牛叔 焦急地向黄涛大喊道 小黄 你弄好了吗 周桌那边听声音很激烈 你得快点 黄涛也是焦急地立即回道 还差最后一步 心中祈祷周桌一定要撑住 自己这边等最后一个文件下载完毕 就可以结束了 房间外 周桌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 那是一个由变异大鹅血肉融合而成的 巨型血肉怪物 血肉怪物张着血盆大口 狠狠地撞在周桌面前的铁门之上 按道不好 血浮屠顶不住了 随后周桌就被撞飞了出去 遭受重创的周桌 一口血控制不住地吐了出来 正要起身的周桌 突然看到牛叔此时竟站在了自己的面前 手中拿着肠棍与血肉怪物对峙着 牛叔面露绝绝之色 缓缓开口道 周桌 你带小黄快跑 我来给你们争取时间 周桌擦掉嘴角血迹 刚想要说些什么 牛叔焦急地回过头说道 不要再犹豫了 不然我们全部得交代在这 牛叔还想继续劝说周桌时 周桌已起身来到牛叔身边 将牛叔拉到身后 轻声说道 我说了 会带你们回去 那就不会扔下任何一个人 话音刚落 只见周桌一眼闪动血浮屠的星红之色 一眼闪动生命的翠绿之色 然后淡淡地看着再次扑来的血肉怪物 立即将两种异能融于右手之上 感受到蓬勃的生命之力 和炽热的破坏力 不断交织缠绕带来的无穷力量 让周桌知道自己一定会赢 下一刻周桌就与血肉怪物相撞在一起 双异能的融合 让周桌的力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瞬间便将血肉怪物积损 解决血肉怪物之后 周桌体内两种异能力量也渐渐地退去 随后周桌便感到无比的虚弱 竟是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还没等周桌松一口气 走廊的尽头又传来一声嘎的叫声 无数只变异的大鹅再次冲了过来 看到这里居然还有没有解决掉的变异大鹅 周桌震惊地按道不好 挣扎着想要让身体动起来 忽然房间外面传来广播的音乐声音 已经扑到周桌眼前的变异大鹅 听到广播的音乐声音后 瞬间停止住了身形 愣了一下 便转身向外面冲了出去 这时黄涛从房间走了出来 焦急地问道 牛叔 周桌 你们怎么样 没事吧 牛叔一脸疑惑地问道 那些变异的大鹅自己走了 而且这广播 小黄你做了什么 黄涛听到此话 大喜道 果然有用 我用这里的电脑侵入了广播系统 播放了近时的音乐 这是养殖场在家禽禁食时候播放的音乐 只要他们听到 就会条件反射地回到饲料区 还好及时赶上了 算是躲过了一景 这鬼地方再也不来了 随后周桌等人便驾驶着车向家驶去 车上的牛叔看着身边的蛋 庆幸道 还好这些蛋没摔破 开车的黄涛问道 牛叔 你什么时候拿的这些蛋 牛叔微笑道 在你去捉鹅的时候 装在口袋里面的蛋 不过数量不多 黄涛又问道 这些蛋不会付出便衣家情吧 牛叔则是肯定地说道 不会 这些蛋已经有一个星期以上了 那会可没有发生事变呢 坐在车厢里面的周桌 看着自己的掌心 脑海中还在回响着 刚刚两种异能融合之后 带来的力量 周桌家中 经过众人决定 从今天起 由周爸 周叔 黄涛三人组成安保队 负责基地周边巡逻 以及防护设施的建设 由周英和牛叔组成农序组 负责农作物和家畜的养殖 尤其周英的异能对农作物 可以起到是半功倍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由周妈和李勤 组成物资统合组 负责统计以及分配物资 并提出物资规划 最后就是由周桌和夏冰冰 组成探索组 负责搜索周边物资 以及探查附近状况 人员分配好后 周桌便回到房间 开始做外出准备 这一次一定会带齐所有的物资 不会让在养殖场 出现的失误再出现 这是一道呼喊声 从周桌背后响起 还没等周桌反应 就见李勤拉住周桌的一脚 将头紧靠在周桌的后背上 低着头小声地说道 桌 带我走 周桌疑惑地看着李勤 李勤眼中透露着恐惧之色 紧张地说道 我怕周英他 不 我想 跟着你 我知道村里有安全的地方 那里的物资很充足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 肯定 肯定能撑到救援来的 我什么都依你 什么都可以满足你 不要管其他人了 我 李勤抬头看见周桌 此时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 嘴里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愣在了原地 周桌拿起行李包 向外走去 嘴里说道 让我抛弃家人这种话 你胆敢再说一次 我会把你扔出去 让你自生自灭 而且 当初是你先抛弃我的 不是吗 听到周桌的话 李勤没想到周桌会把话说得这么决绝 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走出房间的周桌 突然发现夏冰冰竟一直站在门外 还没等周桌开口询问 夏冰冰缓缓开口道 那个 我们 出发吗 随后周桌和夏冰冰二人便来到一处渔场内 夏冰冰看了看四周 一脸疑惑道 这渔场这么偏僻 钓鱼客根本不会来这儿吧 是谁开在这里的 身边的周桌回答道 林杰那家伙开的 我也是偶然发现这里 听到这个地方竟然和林杰有关系 夏冰冰轻声问道 说起林杰 我一直不明白 他为什么那样恨你 周桌轻笑道 那就得从我们上学开始说起了 林杰在学校的时候 仗着自家有钱 总是高高在上 所有的人都必须让着他 这种人 事事都和他争个高下 而次次都能赢他 后来我和李勤走得很近 他就强插一脚抢走李勤 还多次当面炫耀 听到这 夏冰冰轻声地问道 但他根本不喜欢李勤吧 我听说林杰经常当众羞辱他 周桌不置可否地说道 林杰的目的只是为了报复 不过我倒是无所谓 李勤愿意跟谁都可以 夏冰冰又问道 可是我听说你俩有婚约 周桌则是无奈地说道 那都是大人擅自主张 上学时明明反对走恋 可一从学校出来又催着结婚 夏冰冰在一边点头表示赞同 轻声说道 是呢 明明连恋爱都没有谈过 就被催婚了 突然夏冰冰内心微动 看向一旁的湖面 此时的湖面虽然十分的平静 可是不知为何 让夏冰冰感到十分的诡异 片刻后 夏冰冰和周桌来到一处地下室内 看着眼前巨大的冰库 夏冰冰说道 这里竟然有一个冰库 不过 这冰库的门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周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的 周桌淡淡地说道 以前听林杰说过 其实也就是来碰碰运气 而周桌内心则是暗道 自己前世也是在失潮爆发后 无意中来到这里 当时还是靠这里的物资 撑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当时来的时候 这里已经断电了 此时这里竟然还有电 不知道是因为自己阻止了第一次失潮 还是说 这里有幸存者 这是冰库内传来夏冰冰惊叫声音 周桌一惊 大声问道 怎么了 冰库内的夏冰冰摊坐在地 语气稍微紧张地回道 没 没事 不小心被吓一跳 这鱼头也太诡异了吧 是什么罕见的深海鱼吗 忽然那鱼头的眼睛转动了一下 露出星红之色 夏冰冰身后的周桌快步向前 一掌狠狠地拍在鱼头之上 周桌瞳孔微缩 内心暗道 这是鱼种变异体 只见被周桌拍中的鱼头 毫发无伤 缓缓地张开锯口 一道水流从其口中喷射出来 将来不及躲避的周桌砸到墙壁之上 周桌感受攻击在自己身上的力量 发现这眼前之物 竟是二品丧尸 夏冰冰看到周桌受伤 立刻挡在周桌面前 一脸防备地看向内鱼怪 紧张地问道 周桌 你没事吧 而周桌则是立刻大喊道 走 不能在这里和他缠斗 话音刚落 周桌忽然察觉到 冰库大门在此时竟自己关上了 周桌知道此时并没有时间 去管冰库紧闭的大门 眼下最紧要的是 要将鱼怪先解决掉 想到这 周桌不再犹豫 拿着长刀就向鱼怪冲了过去 用刀狠狠地披在了鱼怪的身上 可鱼怪身上覆盖的鳞片 像铠甲一样坚硬无比 长刀根本无法伤其分毫 周桌也是反应极快地向后拉开了距离 稳住身形后 周桌激发体内异能 再次向鱼怪冲了过去 想要找出鱼怪身上鳞片的间隙之处 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其击杀 这时周桌突然发现鱼怪的鱼腮处 并无鳞片覆盖 随后周桌调整身形 瞬间来到鱼怪身后 用长刀向鱼怪的鱼腮处刺去 正当周桌以为长刀要刺中时 鱼怪的鱼腮中突然冒出无数的触手 将长刀紧紧地捆住 突然出现的这一幕 也让周桌一时愣在了原地 原来这些触手是寄生在鱼怪体内的变异虫体 当他们感受到危机时 会自动出现来保护宿主 这时 鱼怪一巴掌将愣在原地的周桌拍飞了出去 吃到鱼怪攻击的周桌 意识无力地瘫坐在乱石之中 可当鱼怪来到周桌面前 口中想凝聚水柱攻击周桌时 周桌忽然拿起身边一电缆插入其口中 巨大的电流瞬间将鱼怪击晕 随后周桌捕刀将其击杀 可此时周桌内心并没有放松的感觉 虽然这个世界因为自己重生后 与上一世不同 但那些都是偶然的事件 可眼前这只二品丧尸鱼怪 很明显是被刻意放进冰库里面的 这时夏冰冰声音响起 周桌 你不要紧吧 周桌回道 没事 这里不安全 我们还是尽早回去吧 可不论夏冰冰怎么转动把手 冰库大门依然纹丝未动 夏冰冰疑惑地问道 怎么回事 冰库大门打不开 周桌凝重地回道 就在刚才有人把门反锁 说完 周桌便激发体内双异能 将双异能融合在右手之上 然后砸向冰库大门 可当巨大的撞击声消失之后 冰库大门依然毫发未死 周桌眉头紧皱 没想到这冰库大门的材质和结构 竟然是金库级别的 而且这里是地底 这扇门反而就是最薄弱的地方 想到这 周桌喘着粗气开口说道 这是我现在最强的力量了 但是看样子也没办法打开这扇门 我需要缓一下 一旁的夏冰冰也是安慰地说道 你先休息一下 我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冰库 或许还有别的出口 片刻之后 夏冰冰沮丧地低垂着头 缓缓说道 没有了 这四周我都看过了 没有出口了 周桌听到此话 并没有感到意外 可眼下冰库的温度最高只有零下十八度 他们撑不了太久 而且就算他俩挨过低温 但是在这密室之中 也会因缺氧而死 周桌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想到这 周桌缓缓起身 打算再用融合的双翼能来击碎大门 就在这时 夏冰冰手中拿着一丧尸金盒 犹豫地说道 这个 只要我吃下这个 就能和你一样拥有异能 对吧 周桌看向夏冰冰手中的金盒 先是一正 随后立刻拉住夏冰冰的手 惊怒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有风险的 万一 还没等周桌说完 夏冰冰低沉地说道 可是你刚才的能力没办法连续使用 而且 效果也有限 周桌你知道的 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 所以 让我们最后赌一把 赌我能活下来 而且觉醒的异能 可以帮助我们脱困 听到此话 周桌想到 前世夏冰冰觉醒的异能是感知 那这一是因为自己的介入 会有所不同吗 沉默许久后 周桌松开了手 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 轻声对夏冰冰说道 准备好了吗 周桌知道正如夏冰冰所说 目前只靠自己很难脱困 而且夏冰冰已经展现出来勇气 自己又何必畏畏缩缩 夏冰冰看着自己手中的金盒 轻声说道 换作以前 或许我会害怕 但现在有你在 我觉得我能行 另一边 山林之中周霸和周叔正一脸 焦急地呼喊着 周桌和夏冰冰二人的名字 但是因为周桌离开前 并没有和其他人 说他们的目的地 导致周霸等人 也不知道周桌他们 现在在哪里 眼看就要入夜了 周霸和周叔脸上的 着急之色更深了几分 这是远处的山林之中 传来一声巨大的丧尸吼叫声 周霸一脸惊荣地说道 这丧尸不是指在 晚上出来的吗 一旁的周叔说道 情况有些不对劲 就当二人疑惑之际 远处又传来一声惨叫的声音 而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被大树后的一道黑影监视着 我不知道 全身好像在被火烤 我好难受 好热 前世末日灾变后 城市内的一处楼顶 一道声音在周桌的耳边响起 周桌 快醒醒 周桌从沉睡中缓缓睁开双眼 疑惑地看向一旁的夏冰冰 夏冰冰语气着急地再次说道 快起来 有情况 这附近有四只四品犬种 还有两只六品狐种 周桌闻声 立刻拿起望远镜看向远处 声音凝重地说道 二十分钟后 他们大概能聚集数千只丧尸 得立刻通知其他小队撤离 夏冰冰语气略带绝望地说道 来不及了 我会在这里吸引那几个头目 尽量给你们争取时间 周桌闻声立刻着急地说道 队长 我 夏冰冰只是语气平淡地回道 你留在这也没用 你的异能还未觉醒 在这里只会拖累我 听到此话 周桌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自己明明吃了惊合 也没有失变 为什么没有觉醒任何异能 沉默片刻后 周桌沉声地对着夏冰冰说道 夏冰冰 活着回来 夏冰冰抬起头看向周桌 表情坚定地点了点头 这是一道声音声 将周桌从回忆中惊喜 一旁的夏冰冰 此时全身正冒着热气 面露难受之色 周桌内心一惊 立即问道 怎么回事 你怎么这么烫 夏冰冰撕扯着身上的衣服 艰难地回道 我不知道 全身好像在被火烤 我好难受 好热 周桌闻声立即走到一边 拿了一些冰块给夏冰冰 为其降温 片刻后 夏冰冰上身只剩下了紧身的内衣 身上炙热的气息 也终于慢慢地散去了 周桌询问道 好些了吗 夏冰冰轻轻地摁了一声 随后又语气怪异地说道 周桌 我好像看到丧尸了 好多 到处都是 周桌面露无奈之色 轻声回道 不要慌 那是你的异能 而内心则是知道 夏冰冰觉醒的还是感知异能 这下真的出不去了 不过身后的夏冰冰又说道 很多丧尸 在地板的下面 周桌内心一柄 立即问道 在地板下面 难道说 片刻后 周桌在一处隐秘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暗门 随后二人顺着梯子 来到冷库下面的暗道内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一声丧尸的吼叫声 周桌看向身后的夏冰冰 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里太黑了 我看不见 一切靠你了 听到此话 夏冰冰指了指自己 不可置信地说道 啊 靠我 周桌将长刀拿在手中 摆好进攻姿势 然后对着夏冰冰说道 没事 你可以的 看到周桌如此信任自己 夏冰冰压下自己内心的不安 点了点头 随后激发自己体内的异能 感知着周围丧尸的位置 然后再将丧尸位置告诉周桌 这样周桌虽然看不到丧尸 也可以轻松将其击杀了 所以在夏冰冰这个自带透视挂的帮助下 没多大功夫 所有的丧尸就被周桌解决掉了 这时周桌和夏冰冰 也来到了暗道的尽头 这里是一处杂物堆积的房间 周桌二人环视四周后 并没有看到这里有连接外面的通道 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 周桌看向一边的的水潭 轻声地说道 这里有一条水道 应该是通往渔场的大渔池 随后二人便从水中的通道 来到了渔池下面 正当夏冰冰认为 终于可以离开此处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变异渔怪 出现在她的一侧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渔怪就将她咬入口中 下一刻就要将其拖向水池的深处 而周桌也是立即反应过来 一把抓住夏冰冰的手 想要将其从渔怪的口中拉出来 可面对渔怪巨大的咬合力 一时陷入胶着之中 夏冰冰感受着渔怪的力量 知道这样不仅自己无法脱困 还会拖累周桌 夏冰冰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 看向周桌 在周桌震惊的目光下 震开了周桌的手掌 然后被渔怪拖向水池的深处 如果你的兄弟被散失影 你会怎么做 周桌看着夏冰冰 被渔怪越拖越深的身影 不由地想到前世的自己 也是这样将夏冰冰 独自留下面对危险 而这一世 周桌绝不会允许自己 再做出相同的决定 随后周桌纵身 就向渔怪的方向渔了过去 同时激发体内的异能生长 瞬间就让湖底的水草生长了起来 不断蔓延的水草 不仅阻拦了渔怪 还将渔怪牢牢地束缚住了 渔怪嘴中的夏冰冰 虚弱地睁开双眼 竟看到远处的周桌 向自己渔了过来 口中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就陷入了昏迷之中 等夏冰冰从昏迷中醒来 下意识地就起身大喊周桌的名字 一边的周桌 闻声转过身 轻声问道 醒了 正好我刚刚热了些罐头 吃了可以补充一点体力 这鱼场的鱼大概是没办法吃了 夏冰冰看着周桌端来的罐头 轻声说了声谢谢 随后又疑惑地问道 那条怪鱼呢 我只记得你向我游来 之后就没有意识了 周桌平静地回到 在湖底成了其他鱼的养料了吧 它只是块头比较大 还没有冰库里的那只变异鱼人麻烦 周桌停顿一下 随即又想到什么 陈生说道 不过这种变异的鱼类 会顺着水源扩散 而这种变化正在全世界上演 已经无法避免了 这时夏冰冰轻声呼喊了 一声周桌的名字 语气复杂地说道 以前在学校时 你总是沉默寡言 很不容易接近 那时候我觉得你不太好相处 和你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是自从丧尸爆发后 你三番五次地救我 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这是为什么呢 周桌眼眸低垂 没有看向夏冰冰 轻声说道 其实 我之前救你是因为需要你的异能 来保护家人 听到此话的夏冰冰 顿感失落地说道 这样啊 两人沉默片刻后 夏冰冰脸颊微红地再次问道 那现在呢 周桌抬头看了一眼夏冰冰后 立即眼睛躲闪着看向其他地方 嘴中置物半天地说不出话来 随后夏冰冰羞涩地将头转向一边 小声地说道 那个 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周桌回道 就现在吧 有你的异能 我们能避开丧尸 在夏冰冰异能的帮助下 没多大功夫后 周桌和夏冰冰便安全地回到家中了 周櫻看到二人安全地回来了 激动地扑在周桌的怀中 满是担心地说道 你们总算回来了 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到家的周桌 此时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轻声笑道 少来这一套 家里没有出事吧 听到周桌的询问 周英顿时沉默了下来 然后语气低沉地说道 你们先跟我进来吧 周桌刚进入房间内 就听到黄涛痛苦地叫喊声 然后又看到周爸和大哥两人 都是面色沉重地站在一边 内心立即生起不好的预感 等看到被捆绑住的黄涛时候 满脸惊愕地问道 怎么会这样 一旁的周明开口解释道 我们去找你和夏冰冰 中途遇上了丧尸群的伏击 我原本想找这二品丧尸 弄磕精和救他 但是没能成功 坐在沙发之上的牛书 此时也是双目失神地看向周桌 轻声问道 小黄 还能救回来吗 听到此话的周桌 看向一旁的黄涛 黄涛此时双目心红 脸上青筋暴吐 这是病毒已经侵入大脑的表现 就算现在用精和 黄涛也只会变成灵结那样的怪物 正当周桌犹豫怎么开口的时候 稍微恢复点意识的黄涛 痛苦地说道 我可不想变 变成丧尸 不要犹豫 来个痛快的 一旁的周桌低垂着脑袋 手扶在腰间的刀把上 内心充满了犹豫 就在这时 周桌忽然察觉到身后一样 立即激发体内的异能看向身后 只见站在周桌身后的周妈 此时全身不停地颤抖着 眼中也满是挣扎之色 周桌转过身来抓住周妈的手臂 将其拉到一边后 从怀中拿出一枚精和地鱼周妈 语气略显着急地说道 老妈 快把这个吃下去 周妈一脸疑惑地问道 这就是小叔吃的那种精和 你从哪里弄来的 周桌并没有详细解释 只是说是自己在鱼场弄到的 然后就催促着让周妈赶紧吃下精和 当周妈还想继续询问什么的时候 就听得很听一声 一旁的周叔也是着急地说道 桌子 黄哥快撑不住了 周桌闻声一愣 暗道 可恶 还是来不及了吗 这样下去等不到老妈的异能觉醒 黄哥就变成丧尸了 必须现在做出决断 想到此 周桌快步闪身来到黄涛的面前 手中拿着长刀就要斩下去 突然一股强大的异能 从周桌身后传来 周桌内心一惊 立刻回头看去 只见周妈漂浮在半空之中 不仅容貌大变 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充满圣洁的异能 随后周妈轻轻挥手 那股异能就落在了黄涛的身上 顿时黄涛身上的丧尸病毒 就在慢慢地消退了 原本星红的双眼也变得清澈起来 片刻后 黄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惊喜道 快看快看 我恢复了 可此时根本没有人去关心她的变化 都是满脸惊愕地看着周妈 震惊周妈不仅觉醒了异能 容貌竟也发生了变化 周桌看到老妈果真觉醒的异能 是净化之力 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周桌也向众人解释 周妈觉醒的异能有着净化之力 可以发出治愈之光 将黄涛体内的丧尸病毒清除 但是这个异能 对于已经变成丧失的人类 只有杀伤的作用 而对于自己为何知道 周妈可以觉醒这个异能 周桌只是和众人解释 自己当时敢知道 老妈会觉醒这个异能 但对于这种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 周桌自己也不清楚具体原因 这种感觉就和之前感应到 大哥和英子的异能一样 而且这种感应还在不断地增加 但是周桌也发现 这个能力好像有限制 那就是自己感应不到 夏冰冰的异能 也无法借用她的异能 对于这个限制 周桌只能认为自己的异能 可能暂时只局限于家人 只有家人觉醒的异能越多 自己的异能也能变得更强 等到众人都离开去休息后 周桌则是沉声地对夏冰冰说道 开始吧 冰冰 麻烦你看下这附近还有多少丧失 夏冰冰轻轻摁了一声后 便将自己体内的异能 全部激发了出来 随着感知范围不断地扩大 没多大的功夫 夏冰冰就将周围丧失的踪迹 探查了出来 轻声地对周桌说道 矿洞那边树林有进培枝 后山那边还有百来只 周桌这时问道 有看到二品丧失吗 夏冰冰轻声回道 有 目前有三只 听到此话 周桌想到这样刚好够老爸 黄哥 牛叔三人的了 这样一来 一家的战斗力也算齐全了 就当周桌还在想怎么猎杀丧失的时候 夏冰冰突然震惊地说道 丧失动了 而且几乎是同时行动 他们向一个地方汇聚了过去 夏冰冰继续将自己的感知异能扩散出去 很快就发现丧失群中 近站着一个人类 等夏冰冰看清这人面孔的时候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是凌桀 所有的丧失 正朝着凌桀的位置前进 听到此话的周桌 也是一脸不解 内心想到 自己当时是亲眼看着凌桀 在自己的眼前被烧成交尸的 夏冰冰看到了 真的还是那个凌桀吗 然后对着夏冰冰说道 可恶 之前把兵库门关上的 果然是凌桀吗 黄哥他们在林子里遇袭 估计也是他的杰作 夏冰冰一脸担心地问道 怎么办 我们还是通知大家 像之前那样做好防御吗 周桌沉思一会儿 满脸凝重地说道 按现在这情况 林杰要聚集足够的丧失 还要一天的时间 与其等他们打过来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打他个措手不及 后山森林中 周桌环顾四周后 缓缓地说道 林杰 我知道你在这里 滚出来 只见一道身影 蹲在不远处的巨石之上 死人正是早已死去的林杰 林杰看向面前的周桌 冷笑道 这可真是没想到啊 周桌 你居然主动来送死了 周桌面无表情地回道 是吗 但上次装死的那个不是你吗 听到此话的林杰 顿时恼羞地说道 住口 说完便伸着力掌 向周桌扑了过去 看到近在眼前的力掌 周桌目光微明 身影像一侧微青 手中的长刀 在林杰的胸前狠狠地划开 周桌看到林杰身上 还存留之前 被烈火灼烧的痕迹 心中了然道 看来我想的没错 你身上的灼伤还未好 所以在兵库 你没敢直接动手 而是搞些小动作 看来你始终是个耸祸啊 被猜中心思的林杰 只是历生地说道 你少得意 就算我受了伤 只凭你一个人 还未等林杰说完 山林的另一端 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林杰顿时一震 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周桌则是戏谑道 你想说你有大量的援军士吗 很可惜 我早就知道了 已经让人半途劫机了 这次 你死定了 爆炸处 周霸站在树木之上 看着下方已经被解决掉的丧尸群 轻笑道 全都给叶化为灰烬的 下方的周妈 则是面无表情的看向远处 那里大量的丧尸 又开始聚集了过来 周妈也是毫不犹豫的 将体内具有精化之力的异能 全部激发了出来 这种异能是丧尸体内病毒的天体 所以 当丧尸接触到周妈的异能时 身体就燃起幽兰的异能之火 看着被轻松解决掉的丧尸 周妈感受自己体内的异能 不由的感慨道 一下就都解决了 这异能还挺方便的 听到此话的周霸 则是立即抱住周妈 大声地夸赞其好厉害 周妈则是一脸嫌弃的没有理会 而是通过耳麦 联系家中的夏冰冰 告知A点的丧尸 已经清理完毕后 询问下一个点在哪里 家中的夏冰冰利用自己的异能 早已将附近丧尸的位置 全部探查了出来 听到周妈已经解决掉一个聚集点后 夏冰冰快速地回到 下一个点在西北方一公里处 数量24 得到位置信息后 周妈这时关心地问道 冰冰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安全吗 轻声说道 放心 我们藏在地角 入口也有人守着 说完夏冰冰向独自一人的周叔询问道 周叔哥 你一个人没有问题吧 听到夏冰冰的询问 早已熟练使用异能的周叔 则是一脸轻松地说道 放心 就这点丧尸都不够我打的 听到对讲机中周叔的话 周爸也是哈哈大笑起来 高兴地说道 这群丧尸做梦都想不到 我们会突然杀出来 听到此话的周叔 则是说道 这还是多亏了夏冰冰 全靠他的情报和指挥 随后对着夏冰冰说道 以后你就是我们团队的指挥官了 夏冰冰听到大家的夸赞 则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全靠大家的努力 我只是帮了点小忙而已 另一边 就伤未遇的林杰 全程被周周压压制着 一直疲于防备 林杰不敢相信 自己现在与周周之间的实力 竟已经相差这么大了 顿时双目圆瞪 不甘地大喊道 我不可能输的 听到此话的周周 只是不屑地笑道 两路被爆 中路也被我玩压 你觉得你还有翻盘的可能吗 说着周周再次将异能汇聚于手上 轻声地对林杰说道 结束了 林杰 低头沉默的林杰 突然咬牙力声说道 是啊 结束了 就在这时 家中的夏冰冰突然目光微宁 焦急地对周周周说道 周周小心 有三个二品丧尸朝你那边去了 夏冰冰话音刚落 周周周就看到自己面前 突然出现三只巨型变异鼠种 周周一时失神后 脸色微沉地对着林杰说道 不过是最烂的鼠种丧尸 林杰 你不会认为靠他们就能打赢我吧 听到此话的林杰 嘴中发出低沉的笑声 轻声说道 谁说我要用他们来战斗的 好好看着吧 说完林杰便伸手 从变异鼠种的头颅之中 取出其精盒 毫不犹豫地全部塞入口中 片刻后再次发生变异的林杰 缓缓地对周周说道 周周 这 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看着已进化为三间一变者的林杰 强烈的危机感在周周心中升起 下一刻 周周激发体内的异能 手持着长刀 瞬间闪身来到林杰面前 然而面对周周的进攻 林杰不躲不避 轻抬右手便挡下了周周周手中的长刀 随后又一掌将周周拍飞了出去 林杰看着倒飞出去的周周 戏谑道 周周 你就这点本事吗 林杰话音刚落 周周再次调整身形 蓄力一拳击中了林杰的胸膛 可这次攻击 依然没有对林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林杰继续开口说道 真让人失望啊 你的异能 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至少要像这样啊 说完 林杰按住周周的头颅 向地面狠狠地砸去 但是当沉烟散去之后 地面上并没有周周的身影 只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洞口 并且周围残留着一种翠绿色的异能 看到这一幕 林杰不由的一正 随后轻声道 居然还有别的异能 这是从地下逃跑了 沉默片刻后 林杰力声道 没关系 我会把你找出来慢慢弄死 然后再杀光你的家人 在此地不远的一处树林中 周周从一棵树木中钻了出来 因为消耗了大量的异能 也让周周此时不停地喘着粗气 想到刚刚林杰施展出来的异能力量 周周心中感慨道 这就是三阶变异者的战斗力吗 前世的自己也没有直面过 没想到居然这么强 恐怕加上大哥和老妈 也未必是此时林杰的对手 自己要赶紧想办法 彻底解决林杰这个异类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 周周心中升起强烈的压迫感 双眉紧皱地看向天空 原本洁白的月亮 此时像被血液染红了一样 而且在那血液之下 一道蓝色光波在远处缓缓升起 忽然一道红色的光芒 与蓝色的光波相撞在一起 随着巨大的声响传来 那爆炸的彩环不断地向外扩大 下一刻 周周双眼微缩 竟看见光环之中有两道身影 还没等周周搞清楚 身后传来林杰的嘲笑声 周周 你居然有功夫分神 是不是 太小看我了 周周刚想回过身 就被林杰用一变的尾巴抽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巨石之上 突然而来的袭击 让早已消耗过多体力的周周 再也没有力气站了起来 随后林杰来到周周面前 蹲下身子 手指放在周周额头之上 戏谑道 怎么不用你的异能逃跑了 既然跑不动了 那就去死了 可就在这时 原本扩大的光环 此时将林杰和周周覆盖在其中 周周和林杰被光环覆盖后 身体犹如被控制了一般 将硬在原地不能动它 周周不论怎么尝试 身体都是动不了 而且周围就像时间静止了一 但是很快周周就发现 虽然身体动不了 但是可以发动异能 随后周周将异能 距于额头之上 瞬间刺穿了林杰的头颅 随着光环慢慢消退 恢复身体控制的林杰 顿时痛苦地捂住眼睛惨叫了起来 随后 林杰惊恐地向树林伸出逃去 看着离去的林杰 虚弱的周周 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 瘫倒在地面上了 这时周叔根据夏冰冰提示 找到了这里 看到受伤严重的周周 着急地问道 周子 你怎么样 而周周则是虚弱地和自己大哥说道 先不用管我 林杰他从林子那边跑路 快去追 因为周周心里明白 得赶紧解决掉林杰这个变数 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同了 刚刚天空出现的两个身影 是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高阶艺能者 前世 丧尸爆发后 周周作为青山村唯一活下来的人类 被一伙幸存者队伍找到 幸存者队伍的头领 犹如看一只蝼蚁一样地看着周周 青山村有多少丧尸 周周眼皮围抬 沉声回道 很多 将近一千头 很危险 听到周周的回答 这个队伍的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嘲笑道 才一千头而已 这也叫危险 又来了一个废物 这时队伍首领继续问道 最高级的丧尸是吉品 有几只 周周沉默片刻后 低着头说道 四品 只有一只 队伍首领听到后 兴奋地笑道 不错 有只四品的 随后又对着周周说道 行了 自己去那边带上手练脚练吧 周周文言抬头向后看去 只见旁边一枯木上 捆绑着许多普通的人类 显然这些人类都被当作了奴隶 不甘受辱的周周立刻起身 想要向树林伸出跑去 还没等周周跑出多远 就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异能袭来 随后那股异能变化作熊熊烈火 将周周拦拦住 队伍首领此时嘲笑地说道 想逃 我们高阶异能者 是被神所选中的新人类 而像你这样的弱者 理所当然的就该成为我们的奴隶 现实中 周周来到昨日蓝光掉落的地方 看着满目疮痍的地面 周周内心则是知道 这一切或许与高阶异能者有关 前世的经历告诉周周 高阶异能者中有不少人渣 这些人的危害比丧失更大 自己必须提前摸清楚情况 片刻后 周周发现在后山坡之下 有一个巨大的坑洼 而在那坑中 竟有一块至少半人高的白色晶体 正闪闪发光 当周周慢慢来到白色晶体跟前的时候 心中微微一震 竟发现自己有一种 想要吃掉白色晶体的冲动 周周伸出双手将要碰到晶体时 内心呼声警惕 立刻激发异能 与白色晶体拉开了距离 随后沉声问道 是谁 下一刻 一道黑影瞬间来到周周身后 轻声道 看样子你是这的幸存者 然后此人再看向 抵在自己脖子上的手指 继续说道 还蛮警觉的 看样子潜力不错啊 值得挖掘 周周对着身后的中年人 淡淡的说道 手拿开 我最后问一遍 你到底是谁 中年人文言不在意的摆了摆手 心笑道 好好好 那我就告诉你 在下高桥北 三阶异能者 高桥北话音刚落 就看见周周将异能汇聚于右手 狠狠的向高桥北面部捶去 面对周周的攻击 高桥北面部改色 微微激发自己体内的异能 其身体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起来 随后高桥北便从原先的位置消失了 正当周周感到惊异的时候 高桥北出现在白色晶体旁 无奈地说道 你小子是一点挑衅都受不得啊 开个玩笑吗 别那么认真 随后又指着白色晶体解释道 你放心 我不是冲你和你的朋友家人来的 而是为了这原始经合 听到此话 周周这时才放下心中的戒备 疑惑地问道 这是什么 高桥北文言微微一愣 惊讶地问道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还以为你知道才来这里的 看来你只是刚觉醒异能的一街菜鸟了 高桥北倒也没有想着对周周隐隐瞒 随后解释道 网游玩过吧 这晶石就是升级要用的道具 我们异能者 能通过吞噬丧尸金盒来升级 但这最多也只能升到四阶 而要到高阶就得靠着原始金盒 高桥北说完 用手指在原始金盒上轻轻一点 一块手掌大小的金盒 就到了周周手上 周周看着手上的金盒 淡淡地说道 这个不是白送的吧 你要我做什么 高桥北文言 不知可否道 聪明 今后我可能会有一些事需要你的帮助 在此之前 你就好好提升异能等级吧 此时高桥北的身形在慢慢引入空间内 在临走的时候 高桥北又对周周说道 对了 有件事忘了提醒你 这个世界是有神的存在 话音刚落 高桥北和原始金盒一起从此地消失了 留在原地的周周 回想着高桥北最后说的话 内心不由地生起浓浓的危机感 高桥北的话 依然萦绕在周周的耳边 周周嘴嘴里喃喃道 世上有神 怎么可能 那家伙是疯了吗 虽然周周尽力地想要说服自己 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神存在 但是周周此时又想起 前世那个队伍首领曾说过 高阶异能者就是被神所选中的新人类 周周心中无神论的信念 慢慢动摇了起来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所谓的神 那这末世难道就是和神有关 当一个又一个疑问 涌入周周的脑海中时 周周脚脚下的裂缝中 竟一出淡淡的蓝光 周围能量的异变 让周周心中微惊 随后眉头紧皱地向前看去 爆发着刺眼的光芒 等到光芒渐渐消散后 之前缘和所在的位置 竟有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晶体 漂浮在半空中 周周滑满脸疑惑地看着此物 难难道 这东西难道是从缘和的位置长出来的 还没等周周搞清楚情况 蓝色晶体竟在此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然后又速度极快地冲向周周 下一刻就直接进入到了 还没来及躲闪的周周体内 只见周周双双眼散发着蓝光 嘴里也在不停痛苦地哀叫着 而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 骤然阴沉了下来 阵阵雾气也将周周卷起至半空之中 另一边山林中 前来寻找周周的周叔和周英二人 看着突然冒出来的白雾 内心不由地更加焦急了起来 就在这时 周叔轻轻拍了一下周英肩膀 低声道 别出声 周英顿时一惊 顺着周叔的目光向前看去 那浓雾中竟有一道身影晃动 其周围散发的蓝光十分地显眼 周英看着眼前的身影 心有巨异地说道 大哥 那个不会是 文言无语道 别乱说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 浓雾中的身影 也在一点一点地向周叔二人这边靠近 就当身影的样貌要显现出来时 下一刻那道身影便幻化消失在浓雾中了 还没等到周叔二人想要向前探查 远处的山林中 一道刺眼的蓝光就直冲云霄 一旁的周英 立即向周叔大喊道 大哥 那边啥情况 不会是仙人在杜劫吧 看到一遍的周叔 便立刻将异能激发了出来 听到周英的话后 颇为无奈地说道 少看些小说 多相信科学 我去看看 你先回去 还没等周英反应过来 周叔身形猛然暴涨 从地上一跃而起 就朝着光柱的方向而去 回过神来的周英 双眼闪烁着绿光 将异能覆盖到一条粗壮的树藤之上 猛然生长的树藤将周英拖起 随后快速地向光柱方向生长 前方的周叔 感应到身后山林中的动静 缓缓停了下来 看到贵华到了自己面前的周英 周叔哭笑不得地说道 跟你说危险了 你还来 周英喘着气回道 就因为危险 我才要跟来啊 多个人多奋力 下一刻周英便满脸震惊地 指着前方大喊道 大哥 快看 顺着周英目光看去 一个巨大的蓝色光圈 将周桌笼罩在其中 此时的周桌双目紧闭 眉头微皱地漂浮在半空中 仔细看去 其胸前还有一个 散发着淡淡蓝光的晶体 与其相连 周叔见状焦急地大喊道 桌子别慌 我这就来救你 说完周叔便蓄力一拳 狠狠地垂在光照之上 然而 那光照被周叔全力的一拳垂中后 只是荡起犹如水纹的波动 见到自己的攻击 并没有起到效果 周叔顿时眉头紧皱 按道 这光照明明看起来很软 却根本打不动 就在这时 周桌胸前的蓝色晶体 竟四分五裂开来 随后全部没入周桌的体内 而周桌原本紧闭的双眼 下一刻猛然睁开 迸发着刺眼的蓝光 随着周桌体内 亦能渐渐地收敛 周围的一切 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周桌迷迷糊糊地 从沉睡中醒来时 周英高兴地说道 二哥 你总算醒了 一旁的周叔也开口说道 太好了 你昏迷了一整天 差点吓死我们 而在床尾站着的周妈 则是满脸运怒地 看着周桌说道 伤美好就一个人跑出去 对讲机也不带 你小子到底在想什么 周桌也在回想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脑海中那段记忆模糊不清 看到周桌也是一脸疑惑的表情 周英不解地问道 你也不知道发生啥了 那时候你被一个蓝色光球罩住 后来光球自己破开 还没等周英说完 周桌双眼微凝 顿时冒出蓝色一光 同时一道蓝色的光板 出现在周桌眼前 周英 女 16岁 易能 生长易能 一阶 升级所需 二品丧失精和 二 升级高阶五阶几率 19% 升级所需原始精和数量 一 看着眼前面板的数据 周桌竟一时呆愣住 嘴里喃喃道 这是 什么东西 周英的人物信息吗 为什么我能看到这些 随后周桌看向周妈 面板上的数据也发生了变化 谢芳 女 52岁 易能 净化圣光 易阶 升级所需 二品丧失精和 三 升级高阶五阶几率 0.3% 升级所需原始精和数量 一 周书的数据面板也显示了出来 周书 男 28岁 易能 血浮图 易阶 升级所需 二品丧失精和 二 升级高阶五阶几率 12% 升级所需原始精和数量 一 看到这些信息 周桌内心暗导 根据这些信息 只要原始精和 才能让易能提升到高阶 但是升级概率非常低 而提升概率的方法 暂时还不知道 如果升级失败 也不清楚会有什么后果 尽管现在自己有一颗原始精和 也无法轻易使用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在那群家伙来之前 我必须变得更强才行 就在周桌思绪万千之时 一旁的周爸说道 臭小子 醒醒 周住无奈地看向周爸说道 老爸你干嘛 周爸回道 你老在那发呆 想什么呢 周爸的数据面板 此时也显示在周桌面前 周建豪 男 51岁 觉醒易能 巨大化 未觉醒 觉醒几率 4% 因其他易能影响 概率修正为100% 觉醒所需 一品丧失精和 升级高阶五阶几率 负70% 升级所需原始精和数量 一 看完数据面板后 周周起身下了床 随后开口说道 好了好了 我没事 你们别瞎操心了 但此时周周内心 可不像表面那么淡定 现在自己连他人 觉醒什么易能都可以看到 简直跟开挂式的 看着起身就要向外走的周桌 周英无奈地问道 你又要去哪 周桌不在意地说道 不去哪 躺了一天了 去院子里透透气 随后便不回头地走了出去 周英看着周桌的背影 一脸不爽地说道 也太无情了吧 亏我们还在担心他 一旁的周叔则是说道 桌子大概有什么心事吧 我们就别烦他了 夏冰冰看到周桌走了出来 也是欣喜地说道 周桌 你醒了 正好 我刚做了些吃的 来吃一点吧 睡了一天的周桌 此时也感觉到恶意 便回道 谢了 正好肚子饿了 阳台上的周叔看到这一幕 心笑道 桌子这小子可以啊 什么时候把夏冰冰拿下了 一旁的周英 则是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 开口说道 你才发现啊 自从他和冰冰姐待了一夜 俩人就好上了 这时周爸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看着周叔说道 你也赶紧吧 桌子都有对象了 你这当歌的还是个光棍 听到此话的周叔 则是满脸的无奈 周英也补刀道 就是 从小到大只看到你把哥们往家里带 嫂子愣是没看着 这边周桌吃完东西后 轻声问道 对了 林杰现在在哪 你还能感应到他吗 夏冰冰回道 不行 他不在我的异能感应范围里 之前周叔大哥去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 听到此话的周桌 陷入沉思中 上一世的林杰 不过是个死于失潮的小角色 所以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如今变成这么大的威胁 是自己大意了 夏冰冰看着沉思的周桌 轻声道 怎么最近你老是皱着的眉头 一点都不像你啊 之前丧尸出现时 大家都吓坏了 而你却十分冷静 帮助大家解决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那时候我觉得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能从容应对 给人一种特别可靠的感觉 但是一个人能做得终究有限 你也不可能 总是把重担扛在肩上 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 你解决不了的事 你可以告诉我和大家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啊 夏冰冰说完后 周桌微笑道 一家人 夏冰冰听到周桌的反问 脸颊微红 害羞地低着头 慌张地说道 不是 我意思是说 可以把我当作你的家人 也不对 就是我和你的家人 哎呀 周桌看着窘迫的夏冰冰 则是内心轻松地说道 我知道了 随后看向阳台上大声喊道 躲在窗边的那几个 有些是要跟你们商量 周爸等人听到周桌的话后 面面相去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而接下来周桌就将自己遇到三阶异能者 以及如何升阶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 同时为了应对更多的变故 他们则是打算驾车前往村外 寻找更多的物资 这时车内的周英开口说道 太好了 这是不是也说明不只是我们活了下来 听到此话的周桌之时 眼眸低垂 并没有开口说话 而一旁的周妈则是忧心重重地说道 依我看 这未必是好事 在和平年代 人和人之间或许还能有好相处 但在这末世 人性可经不起任何考验 为了活下去 人有时候和丧尸没什么两样 而当人变得丧心病狂时 会变得比丧尸还要危险得多 这是周桌满脸坚毅地说道 所以我们必须齐心协力 提升异能 收集武器和物资 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家园 开车的周爸则是爽朗的大笑道 桌子说的没错 如果真的有人敢惹我们 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不久后 周桌等人在渔场不远处的路边停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渔场 周爸问道 桌子 那就是你说的那个渔场吗 里面真的有火药 周桌点了点头说道 嗯 如果我猜的没错 那里不光有火药 还有 还没等 周桌说完 渔场那边竟传来巨大的爆炸轰鸣声 巨大的火光也是直冲云霄 看到这一幕的周桌 双眼中充满了震惊 嘴巴微张地呆滞在原地 片刻后 渔场内浓烟渐渐散去 一伙装备精良的人类慢慢走了出来 看着这一伙装备精良的队伍 周桌目光微缩地说道 这些人从哪来的 怎么一下就盯上渔场了呢 周桌语气平淡地说道 他们应该是帮凌结走私军火的人 周桌等人闻言 皆是满脸疑惑地看向周桌 周桌解释道 上次我离开渔场时 将大门锁死还拿走了钥匙 以防止别人发现里面的物资 但是这伙人不惜用火药炸门 说明他们知道渔场里有更多的火药 而知道这些的只可能是内部人员 周桌听完则是愤懑地说道 那么多物资 却被别人劫足先登了 周桌则是说道 也不一定了 周桌听到此话 则是担心地说道 是打算跟他们抢吗 他们手里可都是有枪啊 周桌没有继续解释 而是看向一旁的夏冰冰说道 夏冰冰 你能感应到渔场底下还有多少丧尸吗 夏冰冰闻言微微点头 随后便将自己的异能 向渔场的方向蔓延过去 没多大功夫 便确认完了丧尸的数量 然后便对着周桌说道 渔场内一共有52只丧尸 其中45只普通的 还有6只身上有金盒 应该是二品的 夏冰冰停顿一下 又语气严肃地说道 还有一头丧尸和其他的都不一样 比其他丧尸个头更大 更强壮 脑袋里还有颗黑色的东西 周桌文言淡淡地说道 应该是三品丧尸 那渔场地下空间很大 没法在里面开枪 他们未必有能力 清理掉所有的丧尸 更何况还有只三品的 我们可以等他们跟丧尸打起来 然后静观其变 听到此话 一旁的周英顿时兴奋了起来 狡黠地说道 对 咱们可以做山官虎斗 就在这时 周叔抬手说道 先别说了 好像有人过来了 周桌文言 立即警觉了起来 随后便发现远处的道路上 有一道人影 正架着枪对着他们 看到这一幕的周桌 大声喊道 趴下 面对对方强大火力的压制下 周桌只好沉声对着周叔说道 哥 兵分两路 周叔也是毫不犹豫地回道 行 我上面引诱 你到下面堵他 周桌点了点头 立即从一侧向对方冲了过去 道路上的人影 在察觉到周叔和周桌的动作后 就翻下道路护栏 想要向山林中跑去 可当他刚翻过护栏时 周桌就已来到他的一侧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周桌的一掌 就狠狠地拍在他的脑门上 随后那人在空中旋转一周 便晕死了过去 看着已经晕死的敌人 周桌淡淡地说道 搞定 先带回去多问些情报 就在这时 远处的周叔对着周桌大喊道 桌子 小心 周叔话音刚落 巨大的爆炸声就在周桌位置响起 爆炸过后地上留下一道深坑 而之前被周桌抓住的敌人 也只剩下了一条胳膊 反应极快的周桌 在爆炸之前就闪身到了一侧的树后 震惊之余 周桌发现爆炸所在的地面上 竟有一颗弹珠 躲藏在一边的周叔 再次提醒道 有异能者 这时远处的树林中 竟传来一阵阵破风声 周桌定眼看去 竟是有多颗弹珠 再次砸向自己躲藏的位置 周桌身后的大树 在弹珠巨大的冲击力之下 应声断裂 其中一颗弹珠 从周桌的手边擦过 看到这一幕的周叔 也是担心地问道 桌子 你没事吧 周桌看着被弹珠擦破的手掌 淡淡地说道 皮外伤而已 随后又问道 看到从哪边打来的吗 周叔沉声道 从不同的方位同时打过来的 没办法推测具体的位置 不过从声音判断 弹珠是从很远的地方 不断弹射过来的 周桌疑惑地问道 弹射 周叔解释道 对 就像弹珠记一样 只不过撞针变成了这里的树 我俩成了奖励的洞口 周叔话音刚落 从远处再次弹射过来多颗弹珠 看到这一幕的周桌 内心暗倒 果然 躲起来也没用 那家伙肯定看得到我们 但是弹珠却是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的 这点很矛盾 能在树林里准确把握我的位置 那人一定就在这附近 除非说 还有另一个异能者 周桌将躲藏在树林中的丧失解决后 周叔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疑惑地说道 弹珠攻击似乎停了 周桌淡淡地说道 看来我猜的没错 对手一直利用这只丧失观察我们 周叔文言立即说道 难道有两个异能者 周桌依然警惕地回道 也可能不止两个 就在这时 道路上的周英语气着急地大声喊道 大哥二哥 快上车 渔场的人有了动静 好像发现我们了 听到此话 周桌和周叔二人皆是眉头紧锁 但是想到敌人的配置不明 如果硬拼只会对自己不利 所以只能决定 先回去商量下对策 远处的树林中 一个黄发男子语气不爽地说道 搞毛啊 就这么让人跑掉了 胖头你关键时刻 别掉链子行不行 玩得正嗨呢 把视野共享关了干嘛 被称为胖头的男子 正在不紧不慢地涂着口红 听到黄发男子的质问 语气平淡地回道 你没看到最后那一脚吗 头都没了还怎么看 随后又神情妩媚地说道 不过那俩个小帅哥身手不错 不像普通人呢 沉默片刻后 胖头则是反过来质问黄发男子 话说你把雇主的人杀了干嘛 一会怎么跟对方交代 黄发男子听到此话 毫不在意地说道 被抓了当然得弄死了 就说是那俩个小子杀的不就完了 再说了 交易内容本来就是清理渔场的丧尸 死几个普通人也正常 黄发男子话音刚落 一个突发老者慢慢地走得过来 看着面前二人 阴沉地说道 别玩了 兵库的门开了 进来干活 另一边周多等人回到家后 周爸和周叔两人 依然紧张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甚至回来时连车胎印都处理掉 而一旁的周英 则是担忧地说道 那些家伙居然朝我们开枪 他们会找来吗 沉默许久的周桌 缓缓开口说道 暂时应该不会 那些人的首要目标 还是渔场里的物资 在那之前 他们没必要节外生枝 但是等他们完全控制渔场后 他们一定会早上门来 听到此话 浓浓的危机感 立刻就笼罩在所有人的头顶 片刻后 周英强笑道 也用不着怕了 二哥说那渔场不是有三品丧尸吗 而且地下都是火药 也不能用枪 他们没那么快能拿下 说不定他们全部都被丧尸干掉了 周叔说没紧锁地回道 他们当中有异能者 即使不使用枪 他们也可以处理掉丧尸 周英文言 沮丧地问道 那怎么办 这是周妈满脸冷冽地说道 如果他们真的敢杀过来 那我们也只能拼死一搏了 周爸也在一边附和道 没错 谁敢动我家人 我就送谁上天 然后看向周英说道 英子 待会你帮我再做些炸药 叫那些人有来无回 周英听道后 则是满脸兴奋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周周看到这一幕 内心的担忧依然没有减少 想到前世足足过了两个月 才有人找到青山村 而这一世却只用了一个星期 而且看那些人的装备和动作 应该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武装分子 他们的火力远胜自己这一边 更何况还有渔场的火药加持 再加上渔场还有很多二品丧尸 等他们吃下金河会变得更难对付 继续等下去 基本是死路一条 但是贸然出击的风险也不可控 万一 正当周周内心忧虑的时候 一只手放在了他的手上 然后就看到夏冰冰面带 微笑地看着周周说道 没事的 要相信家里人 就在这时 桌子上面的对讲机 传来黄涛交集的声音 喂喂 有人吗 这里是黄涛 周周也是立即回应道 我是周周 怎么了 对讲机那边的黄涛再次说道 周周 太好了 我们在五金殿 这里有些状况 我们发现有个活人倒在这里 听到此话的周周 陡然瞪大眼睛大声说道 什么 先把那个人捆起来 另一边的黄涛听到此话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周周没有详细解释 只是着急地继续说道 别管那么多 按我说的做 说完就立即冲出家门 让其他人在家看守 此时的周周内心暗倒 是之前那伙队伍的侦察兵 居然这么快就发现这里 绝对不能让那个人活着回去 很快周周便来到了黄涛他们所在的位置 在外等候的李晴立刻走向前说道 周周你来了 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医院 我们找了好多药 然而周周并没有时间理会他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辛苦 便继续向里面走了过去 李晴看到周周对自己如此的冷淡 眼神变得复杂了起来 周周看到黄涛后 就立即问道 人呢 黄涛指了指一旁 回道 这呢 锁得死死的 周周来到此人面前 仔细端向后 发现此人好像并不是那伙人的帮手 周周将此人的头慢慢抬了起来 等看清此人样貌 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 疑惑地说道 高桥北 被捆着的高桥北 竟在此时缓缓睁开了双眼 下一秒高桥北就发现自己竟被捆住 顿时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还没等周周解释 高桥北就直接激发自己 异能顿入空间 从原地消失了 周周也是立即解释道 你冷静点 我们见过一面 从空间出来的高桥北 出现在了李晴的身后 随后高桥北挟持着李晴大喊道 你们别过来 再动我就杀了他 黄涛摆了摆手说道 冷静点 我们没有恶意 高桥北依然是警惕地控制着李晴 不安地说道 少赖 我知道你们要杀了我 都别过来 僵持片刻后 周周淡淡地说道 那就动手吧 听到此话的高桥北神情变得惊恐起来 吞吐地说道 你 你以为我不敢吗 周周则是回道 敢不敢我不知道 但你若真要动手 也早动了 而同样 如果我们真的要杀你 也早就杀了 高桥北依然警惕地问道 那你们为何要把我锁起来 周周则则是无奈地说道 你家如果突然跑来一个陌生人 你会怎么做 高桥北听到这话 神情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缓缓说道 这么说 你们不是坏人 周周看着他回道 你说呢 高桥北内心挣扎片刻后 松开了李晴 小声地说道 我 我想吃牛肉面 回到家中后 周周等人看着高桥北 一脸享受地吃着牛肉面 揭示一副无语的表情 看着狼吞虎咽的高桥北 周叔疑惑地问道 桌子 他就是你那天在后山遇到的那个人 周周点了点头 一旁的周英一脸嫌弃地说道 就他 没搞错吧 怎么看都只是个会蹭饭的邋遢大叔 周周看着眼前的高桥北 内心疑惑着高桥北 怎么跟之前自己遇到时 给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 而且高桥北 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 随后 周周使用异能看向高桥北 高桥北的属性面板 也显示在周周眼前 高桥北 男 28岁 异能 空间传送 异阶 升级所需 二品丧失精和 二 升级高阶五阶几率 15% 升级所需原始精和数量 一 看着面板上的信息 周周内心更加疑惑起来 自己记得高桥北之前 说过他的异能是三阶 为什么现在显示只有一阶 难道他在骗自己 装作不认识自己 还是说 他真的适应了 高桥北在炫掉几碗牛肉面后 也终于放下了碗筷 心满意足地说道 实在太感谢了 要不是遇上你们 我肯定饿死在路上 周周无语地说道 感谢就不必了 说说吧 高桥北疑惑地问道 嗯 说什么 周周问道 你是怎么到我们村的 高桥北听到此话 语气吞吐地说道 这个 有点难解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那个 我是顺移逃过来的 周周闻言 不解地问道 逃 遇到丧尸了 高桥北立即回道 是的 我被他们一路追到城外 情急之下 我眼睛一闭就到这里了 随后高桥北看着周周等人 表情都十分平静 不解地问道 反应那么平淡吗 我说顺移时 你没有丝毫怀疑的吗 周周并没有理会他的疑问 继续问道 所以你是城里来的 高桥北点了点头说道 是 一旁的周叔则是问道 城里头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军队出动了吗 丧尸们是不是都已经消灭了 听到周叔的问题 高桥北好像想到了什么恐怖事情 双眉紧锁半天后 才缓缓开口说道 城里情况非常糟 丧尸出现的第一天 整个街头暴乱 场面非常混乱 很多人被丧尸咬死 还有很多人不是被人群踩死 就是被车撞死 当时我找了个垃圾堆躲了起来 外面的哭喊声 惨叫声不断在我耳边萦绕 我不断安慰自己 只要等到明天有人来救 就安全了 然而第二天 并没有等来救援 整个城市也都被丧尸占领 有些人在绝望中坚持着 也有些人承受不住 选择了自杀 这时周周出生打断道 不需要说这么多细节 说重点 高桥北比了个OK手势 继续说道 当时我也撑不住了 就在想着要了结自己时 我收到了这条短信 周周看着高桥北手机上的短信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被神选中的人是新人类 这短信是他们发的 可是这才第二天 上一世丧尸爆发一个多月后 才有异能者出现 他们不可能在异能者出现之前 就知道金河的事情 想到这 周周瞳孔顿时微张 难道说他们有人跟自己一样是重生者 这时一边的周叔开口说道 原来城里面也有人知道金河的事情吗 高桥北听到此话 则是惊讶地说道 嗯 你们见过金河 周英满脸傲娇地回道 不单见过 我们三还都吃过礼 听到周周等人吃过金河 高桥北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都吃过 难道你们都觉醒了异能 周英一脸得色地回道 那当然了 高桥北羡慕周周等人的运气真好 随后语气消沉地说道 要是团队里的伙伴 有你们那么幸运就好了 片刻后 高桥北解释道 丧尸爆发第三天 为了生存下去 我加入了一个上百人的团队 除了收集物资外 还经常去狩猎丧尸 大概花了两天时间 我们找到了五颗金河 然后团队里五个干部决定 由他们率先吃下金河 然而只有团长成功觉醒了异能 其余四个都变成了怪物 倒在了团长的刀下 而到了第四天 团长就带着我们和别的团争夺物资 结果团长和对面的异能者打了起来 之后就引发了团战 随着斗争越来越激烈 团里需要更多的人觉醒异能 于是我和团里很多人被迫吃下了金河 其中很多人变成了怪物被杀掉 剩下的则加入到无休止的争斗之中 渐渐的 大家变得越来越适喜 越来越疯狂 后来我受不了就逃了出来 然后被一群丧尸追 好在最终异能觉醒 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听完高桥北的话 周叔则是眉头紧锁地说道 异能者之间 竟为了争夺物资相互残杀 一旁的周英表示道 这么一听 我还是待村里就好了 城里太吓人了 高桥北表示赞同地说道 是啊 待这里多好啊 有吃有喝又安全 决定了 我以后就待在这里了 周周打击道 恐怕这里也没你想的那么安全 高桥北听到此话 脸上充满了不解 随后周周解释道 我们最近遇上了点麻烦 如果你想继续好吃好喝的话 就得帮我们 夏冰冰看到周周 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连忙问道 这么快就问完了 周周点了点头说道 暂时先留下他在这里吧 应该能帮上忙 高桥北摸着自己的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叫高桥北 感谢你们请我吃饭 周爸等人 也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 高桥北则是恭敬地依次喊道 好的冰冰姐 方姐 豪叔 听到高桥北对自己的称谓 夏冰冰等人都是满脸疑惑 从房间内走出来的周英 满脸无语地用胳膊肘顶了顶高桥北说道 瞎叫什么呢 都三十岁的人了 还叫人家二十多岁的姐姐 高桥北听到此话顿时瞪大双眼 委屈地说道 三十多岁 我明明才十八岁啊 周爸等人文言皆是不可置信地呆愣在原地 沉默片刻后 周英震惊地说道 骗人的吧 你这样子才十八岁 高桥北感觉自己的内心 遭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委屈地说道 我只是长得稍稍显老了点而已 我真的没骗你们 一旁的周桌开口说道 好了好了 我相信你 高桥北立即上前抱着周桌 痛哭流涕道 谢谢你 之前你老是板着脸 还以为你是个不好说话的人 原来冷酷的外表下还有颗热心肠 周桌无语地看着高桥北 内心想到 自己之前用意能看到高桥北年龄时 也吓了一跳 随后周桌开口说道 好了 时间不多了 跟我走 高桥北则是疑惑地问道 去哪 周桌淡淡地回道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而周桌内心暗道 从高桥北刚才的表现来看 他要么真的遭遇了变故 要么 他是个极擅长伪装的高手 就当周桌带着高桥北要离开的时候 身后的夏冰冰手中拿着遗物 大声说道 周桌 等一下 周桌闻言 回头疑惑地看向夏冰冰 夏冰冰将手中之物递给周桌 缓缓说道 这是我在拿回来的武器里发现的 应该很适合你用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周桌拿过此物 将其从袋中取出 那黑袋之中赫然是一把长刀 手柄上雕刻着震海二字 周桌面带微笑地对着夏冰冰说道 是把好刀 谢谢 看着周桌喜欢此刀 夏冰冰也是感到很开心 周桌离开前叮嘱道 我们一小时后回来 有情况随时通知我 说完便带着高桥北离开了 高桥北看着前面带路的周桌 再次疑惑地问道 我们去哪 周桌缓缓道 一个你熟悉的地方 找到金河的地方 后山 高桥北闻言 惊讶地问道 这么远 开车去吗 周桌摇了摇头说道 不 你带着我顺移过去 高桥北挠了挠头 失疑地说道 可是 我没带人顺移过 会不会有危险了 周桌拍了拍高桥北的肩膀 不容质疑地说道 事事就知道了 高桥北思考片刻后 无奈地说道 好吧 你抓紧了 说完 高桥北右手抓住周桌的手臂 开始激发自己的异能 下一秒 高桥北和周桌就从原地消失了 再次出现时 已来到一处废弃的高楼之上 然而高桥北的脚下 并无落脚之地 眼看就要坠落之时 周桌一把抓住其衣服 将其悬挂在半空中 高桥北满脸惊恐地说道 哥 先把我拉上来啊 哥 周桌并没有理会 而是看了看四周 淡淡地说道 好像到村北来了 一次大概移动了三公里 不过离后山片的有点多 再一次继续往后山那里瞬移 高桥北大惊道 还赖 周桌面无表情说道 这是在测试你的异能 继续 高桥北虽然很想拒绝 但是看到周桌一副不容置疑的表情 高桥北怕自己要是说不愿意 会被直接丢下去 所以被迫之下 高桥北再次激发自己的异能 带着周桌 向后山的方向瞬移过去 每次瞬移时 高桥北都会大声地喊叫一声 在瞬移多次之后 周桌和高桥北停留在一棵大树之上 周桌瞥了瞥高桥北 无语地说道 你不要老发出怪叫行不行 高桥北恼羞地回道 没办法 我没试过连续瞬移 还带着个人 周桌闻言 没有再去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就快道 继续 高桥北双眼一闭 嘴里喘着粗气回道 不是吧 就不能让我些会吗 周桌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道 不行 时间不多了 高桥北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继续激发自己的异能 又经过多次瞬移后 周桌和高桥北 终于来到了后山巨坑处 看着眼前的巨坑 高桥北气喘吁吁地问道 总算到了吗 周桌点了点头说道 嗯 就是这里了 刚才的测试 你的能力我大概了解了 老实说 你的瞬移比我想象的还差近 周桌没有在意高桥北疑惑的表情 而是继续说道 瞬移最重要的是位置的把控 而你的瞬移 只有在百米之内 才能保证位置准确 而且瞬移还会消耗你大量的体力 不能快速地连续使用 高桥北挠了挠头说道 差是差了点 但也够用了吧 而周桌大声呵斥道 够了 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 高桥北听到此话 疑惑地看向周桌 周桌手持刀柄继续说道 我们前不久才在这见过面 我很清楚你的实力 别在这跟我装了 你来我家到底想干什么 说完 周桌拔出长刀 并激发自己的异能 警惕地看向高桥北 高桥北则是连连向后退 惊恐地说道 啥 我们啥时候见过 你搞错了吧 我 我就是想去你家蹭口饭吃而已 我不白吃 我可以干活 话音刚落 高桥北就看到周桌的刀器 裹挟着异能 来到了自己眼前 下一秒刀器就落在了地面之上 激起阵阵沉雾 高桥北则是通过瞬移躲过这一击 其双眼中满是惊疑 心中暗骂道 我的妈 他来真的